李老師 李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燦爛時光的張正 那今天非常榮幸 透過榮應台資金會 邀請到李老師 鄭聖老師 我相信來的朋友可能都 多少知道一下 多少知道一些吧 李老師今天要講的是文革 而且那些照片 是在文革的時候拍的 那怎麼會拍的 怎麼可以拍得到這照片 然後沒有被插上牌子 就 不過剛才我們有問李老師 他文革的時候也有被鬥過 那 度過那一段 那今天能到這邊 來到的是因為我們一直都 那個對 一直都非常服從榮應台文調資金會 所以 我們非常喜歡這個金會 這樣會願意 讓他們從紐約請來的 李老師可以來我們這邊講一場 那這個書店呢 也很特別 我跟梅蘭郭的朋友也跟李老師報告一下 我們是 東南亞主題書店 我們的名字是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剛才一樓的書可能大家還沒有通看 我們一樓的書都是東南亞主題的書 或者跟移動有關的書 那有一部分那是中文的 有一半那是中文的 就是談東南亞各國 然後談移動 也很多談中國的 談中國農民工的 我們另外一半的書是東南亞文字的書 那在座各位包括我們自己書店的同學 基本上也看不懂 這是越南文 泰文 印尼文 米電文 柬埔寨文等等 那不過我們 能當我們書店的同仁的能力 就是至少要分辨得出來 他是泰文還是印尼文 你不要看這已經是很難的能力 大部分台灣人是分辨不出來 我今天拿泰文書和 越南文書給你看 你都看不懂 可是我們的同仁的能力就是 可以分辨出哪個是泰文哪個是越南文 那這些書也不是我們買的 因為其實是從東南亞買書過來是很貴的 一本兩百塊的書到這邊 運費 手續費等等等等 可能是六百塊 大概差不多三倍的價錢 所以我們在書店 四年多前開辦的時候 我們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希望去東南亞玩 或去東南亞出差的朋友 回台灣的時候帶一本 你自己看不懂的書回來 台灣人去通常看不懂 你就帶一本你看不懂的書回來 帶回來送給我們 那也不是我們要看 因為我們也看不懂 可是我們這些書收集起來 是要給在台灣的東南亞朋友看 外籍勞工外籍朋友看 我們會借給他們看 這個運動四年多來 其實我們收到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統計也是非常混亂 你真的要不統計 所以你送來就是簽名 然後送來收進來 我們就再借出去 就在學生各地先有這個心指的點 有我們的書 那尤其今年開始 台北101也跟我們合作 所以現在是很多來台灣的東南亞觀光客 也會帶他家裡的書 送給101 然後101會給IP101礦泉水 然後交換禮物 101就會 101還是很多人來 所以他們樓下 我們今天又特別擁擠 因為他們剛剛今天寄書過來 他們大概就兩個月會寄個五六百等過來 就是那些東南亞觀光客帶來台灣的書 我們這個鼓勵是 你有觀光的能力 在台灣現在有大概一百萬的東南亞人 所以你帶這些書來給你的同胞看 他們也願意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書店比較大的特色 另外一個特色當然就是這個場地 我們辦很多很多的講座 一年大概三四百場講座 那偶爾就會運氣好就會找到大咖的講座 像今天這一位李老師 那講文革這個事情 有一些是文革之後才出生的 我把東西拍下來 我拍下來就已經黑臉了 我黑臉沒關係 沒有要拍我 我也黑臉了 待會兒我們開這個 我把你去拍台 OK 好 對 他從這個以後亮的照片 就拍一點 我感覺有點臉就不黑了 好那個 待會兒老師開始講講拍完之後 要放照片我們再把這燈關起來 呵呵呵 你這個燈整個 放著整個開 沒有老師我們這個燈有剋性 它不受控 有的時候能開 有的時候不能開 因為開了它就不能變大變小 好 那我們再來調燈光 好 那就 借大家的手拍拍手歡迎李老師 謝謝各位 那我想問你 這書店是賣書啊還是借書 給押金借書 就是 那書 賣你搬押搬到你這裡來 出中來搬過來 你的借給你這裡 能看懂的一些 對要看的 在這邊的話要看的 包括我們的中文書也是 比如假設這本書三百塊 你就給我三百塊台幣 然後你就帶走 然後你還書我就還你300塊 可以不還 可以不還 不還我就當作賣給你 我就有方法靈活 謝謝老師 而且我們那個書帶回去 還書的時候我們會檢查 你有沒有畫線 寫筆記 你沒有寫的話 我們就不還你錢 價錢放你的是送來的多呢 還是不送來的多 現在是送來的多 送來的多 至少有五成啦一半一半 他有沒有卡拉裡頭他有沒有 送來的 他就還了我們就還他錢 他那個錢又可以再去借別的書 然後你在書上面要寫筆記 畫線我們才退你錢 如果你不寫筆記不畫線的話 我們就不退你錢 因為我們鼓勵大家 鼓勵畫 我們認為書不應該要這樣 擺得乾乾淨淨 可以寫筆啊 一定要寫筆 所以我們的書進來 我們都會先蓋章 我們就先把它破壞 他就不是新書 我們不喜歡新書 我們希望書是一種被閱讀的東西 而不是被拿來拍照好看的東西 好 好 你今天知道的時候好嗎 很好 有我今天白天在竹竹館 那個國家竹竹館開會 我建議他們 不過他們不敢這樣走 我說書 比如說李老師 你這個書上畫線寫字之後 簽名之後 這本書應該漲價對不對 可是在一般市場上 被看過的書就是二手書了 可是我就很覺得二手書這個概念有問題 那要換不出去錢 就在你的櫃台上很刻畫 對對對 對對對 你要寫一下 這本書很好 這本書很爛 沒關係 這意見我們不審查 不過你要發表意見就是 很獨特 謝謝老師 那好啦 好 那您一開始我退一下 好 謝謝各位 你們這個 冒著雨 看著黑 來在這裡來 這些人是不是 是您這個書店的忠實度的 有一些是 我們有常客 每次也都會有新的朋友 你可以舉手 常客 有請問是 常常來的客人 嗯 有看上課 嗯 好 我也都會 後來的我前面坐 這麼大電子不錯 坐那個小型的東西 不知道不好 來 先 嗯 對 這位也可以 我這位坐 對 對 我前面坐 好 好 我現在就得時間不多 你們願意 剛才我大致放了一些 那個照片 你們願意看嗎 對 以前看過這些 這類的照片沒有 看過 都從哪裡看的 啊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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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的文革圖片 在中國大陸 不管網上寫還是 有些寫文章的 絕大部分是我的 文革 所以 在國內,1991年,我打了中國攝影業的第一場關系,就是攝影著作權的關系。 跟誰打的呢?跟一個作家馮基財。知道馮基財嗎? 可以說話嗎?不要光頂頭。知道!光頂頭,你遺產因檢完了,頂椎病就發了。 後來,小姐,我請坐,你看,有軟坐,有軟坐不坐,非要坐硬坐。 好,好,好,好。 我先坐,我先坐。 嗯,那個,那我現在呢? 你往前坐一個,你往前坐兩個。 對,我先坐。至少照你下來,還好看。 今天是攝影講座大師。 對呀,攝影講座,大家都不會聽,都不會做。 我們來,拜託,往前坐。 拜託,拜託,拜託。 這裡,這裡兩個,你往前坐。 對,好,還陸續回來。 對,對,對。 那我就講一講吧,簡單的說。 這本書啊,最早出版的是英文法文。 這上面寫的那個外文。 一共六種語言。 是2003年出版的。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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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這個。 當時這個書出版的,當時訂的。 是在美國、在紐約編輯的。 在倫敦出版的。 當時簽約的時候,說要出二十幾個文字。 不包括中文,還不算中文。 說中文的要觀察中國的形式。 合適的時候呢,就會。 合適的時候呢,就會。 那個。 適當的時候就會出中文的。 時間出了十五年多以後, 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才出版了這個中文版。 這次呢,是去年中文版的時候, 那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 到了香港去做演講。 就是做這個新書推廣吧。 參加了那個首話試。 那個時候,那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跟我說, 台灣的龍英台的文化第一節會, 想讓我從香港飛台灣來做演講。 我說不行啊。 我說我的那個回手票, 要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馬上要回美國了。 就沒能來。 就退掉了幾年。 那個第一節會的這個執行長, 這位,跟我聯繫了很多的通話呀。 那個微信、聯絡, 終於重行了。 我是6月18號, 踏上了這片寶島的土地。 我剛剛下飛機的時候, 我還踩兩個腳踩著, 跟我找一個像。 兩隻腳, 終於踏上了這個寶島。 這個, 我今年虛歲八十, 周歲是七十九。 一個八十歲的老漢, 那個能來到寶島這片熱土上, 我感覺很激動。 好多人問我, 你有什麼想法? 我說這個, 趕開萬千啊。 是吧? 那個, 就沒有多數。 那個, 現在呢, 這本書, 書名, 是來源於, 這個紅色熊魚丁, 是來源於哪裡呢? 來源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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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這個, 在北京, 下面這個機構啊, 全國新聞界, 北京造反派總部是什麼呢? 就是,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 在文化大革命當中, 被那個, 被那個, 北京的造反派, 都全了, 都全了, 他又不甘心呢, 印一個紅衛兵來修標, 社會上, 大山院校, 工廠, 農村, 都是帶著紅衛兵, 紅衛兵, 那麼就想找一個, 有點兒, 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特點的, 這麼一個組織, 就叫做, 新聞界, 北京造反者總部, 用的這個字呢, 是用毛澤東的手術, 聘策片, 不是毛澤東親自給提字, 要是毛澤東當年, 真的, 這樣提個字, 就不得了了, 這是聘策的, 那編這個書的時候, 編了三年多, 這個, 把我編得很痛苦, 因為我遠離祖國, 到那個, 美帝國主義的那個大門營去, 在那裏, 有一個圖兵設施組, 那個組裁跟我, 是十幾年前, 在中國認識過, 他的編的書, 編了三年多, 編了三年多呢, 後來就這個, 呃, 我根據我在中國出書的經驗, 一般的三個月, 頂多五六個月, 就編了, 編了, 編了, 是個很認真的人, 啊, 我的照片說明, 我都是, 每張都有事件, 地點, 人物, 事件, 所謂新聞的五個W, 啊, 那麼, 碰到這樣一個老外, 他呢, 我還認真, 編了一本書, 編了這麼好幾年, 後來他看我實在是不耐煩了, 我說, 我每個禮拜都要到他的, 馬哈頓到他的公司裡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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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他跟我說, 中間休息喝咖啡的時候, 他說, 我們再編一本好書, 這本書啊, 叫一百年, 二百年之後, 還有人在讀, 我說, 中國大陸的編輯, 編多麼破的書, 都說是再編一本好書, 為什麼能證明呢? 編得很破呢? 就是, 出版了, 第二天後下個禮拜, 就卡車就, 拉著到那個, 北京有個潘家園市場, 聽說過嗎? 那潘家園市場就, 賣給那個, 那是賣破爛的地方, 馬上就, 新的, 全新的書啊, 一包二包就拿出去, 很多新的書, 地面這個, 地面那個書, 出版了以後, 沒人買, 就這個都拿去, 我說, 我這個書還能指望一百年, 二百年之後, 有人在看, 我說, 大忽悠, 那個忽悠就明了, 吧? 這, 語言還都是相通的啊, 那個, 後來, 那個, 倫敦那個, 當時是發展了世界幾大出版社, 當時他告訴我, 最理想的出版社, 就是, 英國的財登, 他說, 他是出版藝術類畫廁, 全世界, 手具意識, 人家一個, 領頭的一個出版社, 後來, 就是被這個, 這家出版社, 那個, 拿下, 他用招, 招標的方式, 就是, 誰出的千多, 誰就拿到, 那個出版社, 投款就得發, 打來了, 那個, 七萬五千美元, 啊, 後來, 出了之後, 那個, 倫敦那個出版社, 他在世界各國大城市裡, 都有這個, 大地編輯部, 紐約有一個, 一個編輯部, 是在馬哈頓裡, 整個一座樓, 第二層, 全歸他的, 他們這個, 一個大地編輯部, 後來, 他到這裡來呢, 要跟我, 和我的, 那個編輯, 一塊兒來看, 這本書的, 出版社會的樣子, 後來, 我就跟他說, 我說, 普德普德伊, 羅伯特普德伊, 他現在說, 就是我的, 經紀人吧, 是我的, 營展的車展人, 書的編輯, 也是, 那個, 圖片裡面的, 經紀人, 我說, 他說, 這本書啊, 100年, 200年之後, 還有人在讀, 那個, 出版社的總裁說, 錯了, 說話大損屁, 說錯了以後, 100年, 200年要出的, 還有人看的書, 我們不出, 我們出的是, 300年, 500年之後, 還有人看的, 那, 後來, 普德伊, 打算, 第一次說, 100年, 200年, 說我不出, 他緊張了, 我高興了, 我說你忽悠了, 後來一說, 300年, 500年, 才能有, 他們才輸, 那他當然很高興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 後來聽聽到香港, 香港的媒體, 評論, 說這是流傳一千年的書, 你還要增加一倍, 能流傳一千年, 那接著, 能不能流傳一萬年呢, 那麼, 這樣的話, 炮開是我自己的書, 這一點來講, 你後人將來, 一定會, 考古啊, 考證啊, 東方的中國啊, 有這麼一場運動啊, 不可思議的運動, 那個時候要看書, 當然很多文, 文字的書, 那個, 大概有, 有突變的書, 到新的為止, 還就這一本吧, 比較詳盡的, 所以後來, 他們去年說, 說的一千年之後, 能流傳一千年, 反正沒法統計了, 反正, 那很多年, 這個書會再流傳, 那個, 這一點呢, 我覺得挺安慰的, 看了一輩子照相, 最後出了一本書, 還能, 一百年還有人看, 是吧, 這就是關於這個書的編輯, 那麼, 這些, 前面那些畫面呢, 那個, 這個, 簡單說, 啊, 這是我,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個, 在這裡, 剛剛, 六零年上了大學了, 後來到了, 到了那個, 放寒假之前, 我在這個照牌門口, 自拍一張照片, 啊, 啊, 我這個, 有很多, 叫做, 挺臭美的照片, 啊, 對, 相機制那裡, 為什麼我要自拍, 我不太相信別人的構圖,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是學過美術的, 也學過文學, 原來想當畫家, 後來, 我, 後來看, 所有我的照片啊, 都有一個特點什麼的, 都在黑邊, 這個黑邊是什麼, 都是, 都是壓上的黑邊, 底片的黑邊, 放大的時候, 超越, 紅蝦, 壓, 超越了這個底片框, 把四邊的黑邊, 那個, 透明的, 在那個, 底片上是透明的, 放到這個相嘴上去呢, 就是黑邊, 哎, 這就叫原始作圖, 哎, 原始作圖, 就是, 確定框呢, 看著什麼樣子, 那個, 讀者看, 就是當年, 在我去影框裡, 看到的一樣, 不加剪裁, 不做任何剪裁, 就是, 個別的, 照的, 做圖, 不太理想, 也要, 原樣的, 呃, 由於我這個, 這種方式, 我拍照呢, 呃, 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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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講, 我們當年, 那個工作的時候, 那個相機, 是, 報社裡, 配, 配, 配發的, 就是, 你使用, 你要離開, 離開這個崗位的時候, 你就, 雕軟, 雕軟是工業的, 也就是報社在配的, 我有一個習慣, 每次拍, 采訪, 都要自, 一個人兩開線, 一來, 一來大邊, 就是能拍這個方向, 啊, 拍這個方向, 也都來不來, 6×6, 就是6厘米×6的,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方畫面, 那個, 呃, 135是那個來塔, 就是能, 能照那個, 那個, 那個, 手中工業的錢呢, 你敢看, 哦, 哎呀, 來呀, 來呀, 不是自己買, 嗯, 但是, 我用的呢, 都是, 老資格的記者, 淘汰下來, 比如說, 電源訂了一台, 用外匯進口的一台相機, 神業組組長, 為他用, 他騰下那個, 鋪組長, 鋪組長呈現了, 給你兩個資深記者, 資深記者, 一個退, 退下來, 到我來, 所以, 我, 我, 我相信, 那個, 那個, 武器,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掌握武器的人, 他們拿的最新的, 那個, 老組長, 資歷很老, 但是, 他, 真的, 但是, 來的好, 都給他用, 都給他用, 另外, 我拍的照片, 都是, 在這個, 採訪之後, 相機的觀察一下, 還有幾張, 要有一兩張, 不管拍完, 準備幹嘛呢, 想法很好, 就是, 回報社的路上, 萬一有突發事件, 交通事故, 這一類的, 那個炸彈的, 那個不會有的, 那個, 槍擊也不會有的, 就是, 一般的交通事故, 拿提前機, 還能拍, 也不能說, 拿提前機, 這, 摁不了, 換完英光, 因為我回來, 每次我都把這個, 這個, 一兩張筆片, 衝腰圓之前, 想法把它拍了, 把它放那, 放窗台上一放, 這個就是, 放在我那個, 那個, 那個小, 小辦公桌的, 後面窗台上, 擺, 擺好了, 去景況, 看好了以後, 擺個自拍機, 這樣, 每次都想一個, 想一個, 不同的畫面, 那就這樣, 長年的積累的, 我每天都在採訪, 每天都在剩下一兩張, 都這樣, 就這麼照, 真是有一大批的, 這個, 自拍像, 那個, 他們現在也在背後, 我這個, 李真勝的自拍像, 要從一本書, 但是它還有一個, 全景圖, 全景圖, 我們就一會兒, 你就會看到, 那麼這個, 這一張照片呢, 在挑底片的時候呢, 是在個大點透血台上, 下面是燈光, 在那上面, 擦乾淨了, 在那上面, 透了那個, 透血台, 拿放大鏡, 拿那個, 就像修表的那樣, 放大鏡, 就看, 看那個質量, 我不同意, 我女兒去給我, 唐登做翻譯, 還有一個, 聯合國的一個翻譯, 還有, 他們倆合患的, 就給我做翻譯, 有一次這個, 我那個經紀人叫, 普德基, 羅伯特普德基, 我, 我簡稱呢, 叫老普, 我告訴你, 以後你就是老普, 他就叫我, 叫老李, 老李, 所以我們倆現在見面, 老普, 老李, 別人, 別人在中國, 一些攝影業裡有活動, 你看, 他還能叫中國老李, 那我, 我雕的, 咱們不會說英語, 能把外國人雕回說中文, 那個, 那個老普呢, 她就, 跳起來了, 哎呦, 我發現了一張, 這個, 世界經典的自拍像, 哎, 我, 我, 我拍這個東西, 當年都很喜歡照片, 裝幾瓶塊的, 就存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照片, 我在旁邊拍, 我女兒問什麼, 她問什麼, 我女兒報, 發給我們這個講, 她問什麼, 我女兒, 趴上去看, 看這張照片, 爸, 你怎麼還有這樣的照片, 我說, 啥樣的照片呀, 我上去看, 你上去, 起來走路去看一下, 我說, 這張照片怎麼了, 我說, 就是個自拍像嗎, 我換那樣的牌子, 後來, 後來, 她就, 在那個時候還沒手機呢, 那是, 那個, 在那個, 2000年那時候, 她就拿那個, 她的通行公司的電話, 給她媽掛電話, 說, 媽, 我爸太不像話了, 她有那樣的照片, 她媽也不知道什麼事, 是啥樣的照片呢, 她就喊了一句, 都露點了, 哈哈哈哈哈哈, 後來, 我就接發了話講, 我說, 爸是露點, 才露一個點,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 那個北京那個大街上, 滿大街, 騎三車車, 後面是騎鵝車, 又過的, 那叫板爺, 前後網都光轉, 兩點都露著, 後面光轉著呢, 北京人很習慣, 人家耳爺, 就這麼有的, 就說這個, 後來她這個, 我說, 你最好, 我女兒告訴她, 我媽說了, 這張照片不能用, 後來我說, 好, 不一樣的, 就老外有一點, 真尊重作者, 她就為了這張照片, 讓我, 說服了我三個月, 摸摸雞, 你電話說, 你這張照片啊, 你不發出去啊, 你對不起這個, 世界, 她是一個經典照片, 她說, 你這樣印在書裡, 或者在展覽上, 一定會受到極大的好評, 後來被那個, 美國那個, 光圈拿著, 真的給很高的評價, 那個, 這樣啊, 你看, 這就是老婆, 她在倫敦出生, 法國長大, 在美國開辦這個公司, 這個就是西班牙的攝影劇的主題, 那個, 而且這個展覽, 我這個展覽和誰的一塊兒展呢, 羅伯特卡帕, 知不知道, 最偉大的, 戰地攝影師啊, 後來在越戰的時候, 踩了壁雷, 壁雷爆炸的時候, 還在最後的一張照片, 也死在越戰, 後來第二天啊, 這個主題又來了, 你看, 誒, 我說, 他說, 你再不照一張, 我說, 昨天不都照了嗎, 他說, 昨天那個, 沒露點, 那個, 他這個, 你看, 今天沒露點, 霸, 兩手霸的力度不夠, 這回, 他說, 露兩點, 一零點還多一個, 在國際上, 包括在香港啊, 我看那些女士們, 也上學啊, 當然他不全露了, 就把外衣, 外衷都拔開, 也照這樣啊, 那麼, 再來, 那個, 國際評論說, 在中國, 他說, 這張照片呢, 就解答了, 全中國, 成千上萬的攝影記者, 為什麼只有李仁勝, 更完整地記入了文革, 這張照片給予回答, 說, 這個人很有探尼精神, 這說得也不錯, 但是, 我拍這個照片, 沒想到, 用這個照片一龍解讀, 我為什麼拍全的照片, 有的時候, 這個評論家啊, 評論的作者都煩懵, 是不是, 真的, 評論家試試看, 他評論的, 我沒想到, 他就想到了, 你看, 而想到那麼寵暴, 好, 這個呢, 這個畫面, 這一版照片, 是我拍的照片, 這個, 為了突出, 這個, 毛主席的光光影像, 他那個歡燈啊, 那個歡燈啊, 那個歡燈, 拍照片的時候, 後面有歡燈, 毛的燈下, 打著, 冰光閃閃的那個, 燈, 但是, 在地場來看效果可以, 拍成照片, 後面就是黑的, 你要對那樣發的話, 也是對毛主席的不忠, 不行的, 這幫你, 有什麼地方, 那上面寫到, 後來這個, 我就把這個圖改, 圖抹成一個大旗子, 給了一個側面的毛童像, 貼上去, 第二天, 出報紙第二天, 報紙被包圍了, 被光燈包圍了, 說, 揪出這個, 反革命事件的肇事者, 本來是報紙, 我們每天早晨都要, 編輯部的要平報啊, 說, 平報, 說, 這一版照片, 拍的挺好, 挺好稿, 挺好稿, 你當時還給五塊錢呢, 後來, 又什麼人出了反革命事件呢, 看這裡, 注意這裡, 這個, 我畫的這個旗子, 和這個毛童像, 從下巴穿過去, 穿過腦袋, 連上報紙, 這個報紙, 就這麼看的, 對著這樣看, 沒有透著這樣看, 就是這個效果, 就為這個事, 折騰了, 或者說, 聯合調查組, 非要把我揪走, 老總警員說, 讓他帶罪離工吧, 這就是他最年輕, 你們那些活動, 都只要靠他跑了, 我們其他地人, 都順利人, 您一大, 就是讓我帶罪離工了, 或者調查半個月, 最後, 證明, 不是故意的, 這個, 賀成哥的版, 賀成哥版, 最後, 拿這個印刷來, 就合了一塊兒了, 後來這個, 當時還說了, 說這個很惡毒, 你說, 看這個照片, 越看越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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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往下看, 這就是接片的方式, 現在說拍, 要再給我的一本書, 李鎮盛的自拍像, 全景圖, 現在手機上就帶著全景圖嗎? 摸到那個地方, 就要拍照片, 立即成, 那個年代, 想這樣照是不行的, 想照一個大場面, 不可能, 我就用學電影的, 我就把這個電影當中的腰鏡頭, 腰鏡頭的, 用到照相轉, 一張,兩張, 三張, 這是三張了, 三張, 這個, 為什麼這個, 紅白子呢? 這是編輯的, 編輯的作用, 他說要這樣編才能讓大家, 哎, 小姐我先坐, 請問你, 軟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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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蹭伺候, 對, 錯, 那個, 這樣的話, 讓大家看到這個, 三張接篇是什麼概念, 是這個意思, 要接著一塊, 又是廣角台, 不可能, 那這個, 現在就叫全景圖, 那個年代就是叫, 多底接篇, 這就看一下就行了, 那, 倒土人就是寺廟, 寺廟, 寺廟呢, 把和尚都拉到這個, 山門外來, 這個批道, 讓他們扯著, 神墨附近, 健放寺廟, 就是自如門櫃, 有些, 這裡面還有些故事, 不能講了, 沒有, 沒有, 都講了, 視頻不夠用, 這個照片呢, 我先給大家說一下, 在當時呢, 我們有一個, 攝影上的一種, 不正規的用語, 就是拍攝照片呢, 說要拍有用的, 不要拍沒有用的照片, 什麼叫有用的, 就是能見報的, 在報紙上刊登出來, 刊登的, 那叫有用的照片, 這麼打砸搶啊, 踢鬼頭啊, 尤其失蹤, 槍擊人啊, 那都是沒有用的, 你不, 領導不允許你去拍, 你要去拍了, 被領導知道了要批評你, 起碼的一點就是你浪費工艦的標準, 對吧, 在那個批判大會啊, 那個, 這次批判大會上的時候啊, 這個人是, 是, 黑龍江生委第二書記, 一天生長, 這個, 洪洪金說, 他留的髮型, 像偉大領袖毛主席一樣, 他是一個, 大野心家, 你髮型像誰, 就是野心家了, 還加上他的, 一個直律揭發他, 說他有一年, 在大連海邊照了一張像, 就像毛澤東, 穿著大衣, 在北戴河照那個像一樣, 這兩個就是大野心家的罪證的, 那麼我就搶心上去了, 上去了這個, 我本來是從這邊上來, 直接就可以拍他這個, 直接就拍他了, 但是我覺得那兒不行, 沒有對比, 就沒有辨別, 我從這邊又繞,繞,繞到這兒來, 對著, 目的就是把他兩個髮型照, 對比在一起, 就是留了個大尾頭而已, 這裡, 當年就要留大尾頭, 這裡也叫大尾頭啊, 不要, 叫什麼頭? 我這就算大尾頭啊, 從其中落後書, 我在那個年, 前面有那個照片你們看了吧, 馬上我一, 我從中學就這個大尾頭, 到文革那裡是承一下, 承一下, 是實體的那樣, 這個,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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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 資產階級, 思想嚴重, 人家踢上革命頭, 就跟著推那個, 一推到底, 那麼, 真正拍的這個以後, 我後, 我身後就有, 一個, 那一幫這個混云兵啊, 在說, 快點, 你快點, 我也影響我們的革命行動, 革命行動是什麼呢? 嗯? 就這樣, 就給他踢鬼頭, 现在你们看报纸有时候叫踢阴阳头,也是阴阳头很难看的意思,鬼头就是当年说他们都是牛鬼蛇神,这里有鬼嘛,另外让他们蹲牛棚,组成黑尾队劳动,所以就要踢鬼头,这里注意一个细节, 这个人在调整这个推荐,推荐通常在什么时候需要调整呢?什么时候?当它不好用的时候,我的儿女一小的理发都是我给推荐的,推荐不好加头发了,哎呀,我儿子喊加头发了, 反正给调整一下,说一说,哎呀,它可能不加了,它这个调整是什么?因为这个推荐好用,好用而调什么不好用,就让它往上推推推,不走道了,就这么摸下,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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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下。 那么它在调整,调了以后呢,这里,那这里还有一个戏,这露出半拉脸,与这个推荐带着白框银银的这个女婚兵,够不上,够不着,有力的地形,这三个人占领了, 他一抢过上槽了,好,往下看啊,你看,这个是什么呢,你看,笑了,他也笑了,就是夹着头发,就往下好,因为我这个靠得很近,用那个135还是广角,推上很近拍摄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每次把它靠下来之后,我就能看得清楚, 这个发根上都伸出了血路,那你硬拔出来吧,你把这发,已经倒下了,好,再往下看一个,你看,啊,就刚才我说的,后面露半拉脸,那这拉的推子抢不上来,抢不上槽子这个人,他到这来了,一看不能再剪了,再剪了这个,头发型就好看了,是不是,那么他就, 为了,为了表达那个无产经你的义愤,他就抓起了头发肠,干嘛呢,左手,往这一领子里还塞,咱们现在理发的是,围住完了以后,吹风给你吹掉头发肠,他就把头发肠就装在你里面,好,再看啊,装我先去了怎么办,啊,这个,最后,剪完了, 我又拍了一张,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行上对比的照片,发行再也不像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样了,但是,他的罪名丝毫没有典型,啊,就是为了折磨人,这些,这里要说,要说一句就是,这些小孩子都是, 他们是,当年是哈尔丁军事工程学院,典称海军工的学生,六五一的,六五一,刚刚上学,就反正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心地就是邪恶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忠于毛主席, 毛主席说,要把这些灵鬼神石打翻在地,在踏上千万只咬,千万只咬,他说,那我给你剃个鬼头算什么呢,就折管他,那个,好,这个是一个女士,叫李霞,就是那个省长的夫人, 生长的夫人呢,她是一个地区,在哈尔丁以外的一个地区的一个人事处的处长,那么,因为她的丈夫呢,是生长,她也想过夫,这个时候又来她遭罪了,陪斗,每次都陪斗,我在文革之后,我专门,这个,采访过这个老太太, 她说,当时把我们的头发都塞在我们的身子里面,她说你们男同志还好办,上厕所的时候不用解腰带,她说我们女同志啊,上厕所必须解腰带,解大时候小时候都在解腰带, 那个,那个,就是有女同志压着她上厕所,她腰带一个野菜,她的头发了一下,就都掉下来,好,解完手之后,她和她自己从那个庙里,那个坟里,抓起来,自己往里塞,腰带破好了,自己往里塞,腰带破好了,自己往里塞, 都在厕所里面,不干净了,她说,我们这样,这个头发塞了进去以后,一个星期不要你脱衣服吃掉,就是要你折磨你嘛,要你痛苦, 现在说来,真的是难以置信,如果没有图片为人,光是用文字描述,那就说你是在夸张,这个,他们这都是省委的前三把手, 还有这个,在大雨当中披露,各种场景外,我拍照特别简秀光影效果,这个是逆光,因为在学电影摄影的时候说逆光是最活泼的一种光线,逆光能使这个整个画面是看上去不是那么矮板,但是那个,那么我当时看着这光线效果很好, 我跑到楼顶上去了,在那个二楼平台上,拍了,拍了什么呢,这七张椅子,我就知道一会要站上去,七位省委书女,GTI都,你看这个主席台,你看这个光影效果都很好,逆光大路,这个人呢,也醒了人山人海,后来赶快下来,赶快跑下来,就把他压出来了, 从这个北方大厦这里面压出来,这些标语都一查一查的,各种各样的,你看看,就跌了一次,又红一次, 这边写的,这边写的达到刘少奇,你看,这是达到李帆武,那么,压到了以后,你看,注意这个,这张照片被使用的很,频率很高,就是生委书女,GTI都,七个人,那么,我让你们注意的是,注意他们没有一个吹手而立,没有一个, 为什么,他们就用手在端着那个,批斗那个牌子,这个牌子,正面看,你看,也看不到他们的手露出来端着, 你们猜想,这个牌子盖是什么样的,什么材料做的,什么材料,什么材料,大声, 链上去,木,木,对,纸是贴上去,纸是粘上去,但是里面那个材料,一般都猜想, 三層板或者五層板,或者是指向板,大的指向板,其实不是,是钢板。 要是那个指向板和那个三层板的钓后板已经不用了,那很快的话吹出来而已,没有多少压力。 这个钢铁座的板,贴上纸,下面的那个参加大会的群众以为是挂着这个牌子, 一个牌子,那两种材料。实际上,他们都手轻轻抠着这个底下,往下抠着点,紧紧脖子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你看是什么材料呢?你看,用铁丝,用铁丝拴着,在那一套脖子上。 这个板,如果是铝质,铝合金的板也行,它不是,就是多沉,就要给你增加那个痛苦和压力。 都是用铁丝拴着,你看。这个人,在中国大陆,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任中夷。 广东,原来是河东江省的书记,建哈冰市委第一书记。 文革之后呢,把他派到了辽宁。辽宁那个地方是个文革的重灾区。 为什么?因为茅东的侄子,茅远新,在这个主政辽宁,把辽宁搞得,是个重灾区吧。 他去接管了辽宁。在辽宁的贼里面,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女英雄,叫张志欣,知道? 你是台湾人吗?您从哪知道的? 我看过他的纪录片。 哦,对,纪录片。那个女的,她是从很最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而反对得很坚决。 所以最后,那个,茅远新就定了死刑。 临行刑之前呢,把这喉,喉管给割断。 也不打,没有打麻药一说,就是摁在地下,垫在砖上,就给他割断。 不打麻药一说,喉口号。不那样的反对命分子,在最后时刻还喊反对命的口号。 那么,她在辽宁之后,又调到北京,让她挑,两个职务让她挑。 中宣部部长进中央书记处,还有一个是广东第一书记。她想来想去,最后选定了广东第一书记。 为什么?这个人在中共包办当中,她是一个相当有文化的人,或者叫做最有文化的人。 她也都会看到中宣部部长,就像坐马登一样,在换。 半几天,上二不告一样,换一顿。她到广东当了一把手。到广东接着谁呢? 习近平的父亲,叫习宗群。习宗群那个时候要调中央工作,她就要到广东当一把手了。 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就是她领导的,建成的。 说她在中国呢,是一个德国望重的,改革开放的兴趣。 当时在黑龙羊逗她的时候呢,给她拿上个椅子来,这个椅子就很别有用心。 你要拿一个四个腿的椅子,鼓舞踏踏踏地站着。她这个椅子是折叠的。 你往前站,你往前站呢,可能一头再进去。往后站呢,夹着也摔。 幸好她还没摔着,她还保持了平衡。 那么那个时候,红群也不知道你这生理习宗群的脑袋带多大号的帽子。 这个帽子坐小了,往上一带就撑破了。 撑破了呢,她的手为什么背着呢? 有一个红群说,上去了,把后面刷个绳,帽子后面刷个绳。 绳子让她两个手拽着,让这个帽子没有掉下来。 让她抹过脸的时候,你看这个脸,完全分拼脸的模样。 那个时候就拿上一盆脸盆,呈着那个臭烘烘的墨汁,抹过脸。 她第一次在这样的几十万人大会上挨斗,她就伸在墨头上这样。 她说不行,她说不行。 红群就觉得这太不行了,抹鬼脸就是两道盆嘛。 后来就平整个领盆,墨汁,就冲了它脸。 摸上一斗,墨汁低起来,满领都湿了。 所以就是这个状态。 后来又把剩下的那个半领盆墨汁呢,从它后脖领子灌进去。 贴着身灌进去。 所以从这个衣服上你们看,穿过的衣服上,最后这个地方又是黑白的。 穿过腰巾以后往下流。 肚子都已经湿了一道道的黑,一直从下面往下低。 这就是当年,她对媒体记者特别切合。 所以我当时,我是储商人道和人性,看着这个场景的,不敢说什么。 如果你说什么呢,那你也就跟着一块儿搞霉吧。 我就把它记录,我心里想记录下来,留待后人去听说。 这些照片,在报纸来讲,都叫没有用的照片。 这些照片,当年不验报的。不可能验报的,不让你拍的。 这就和前半年张是一样。 但是1998年,她请我到广东去,直接采访她。 为什么请我呢? 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共召开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 她是代表。我就到会场里去,给她当面赠送这个照片给她。 当年这个照片,1987年,获了一个大奖,就是二十幅照片。 其中二十幅照片,其中有任仲仪这个。 他们告诉我,任仲仪送广东来中央开会。 到中国美术馆去了,站在她自己的照片前,游游不肯离去。 我心想,这毁了。 这毁了。 就是把她的不光彩的画面给她展出了。 后来又告诉我,任仲仪先后去了三次,都站在自己的照片前面。 注视着不肯离去。 我说一次不行,两次不行。 还要去三次,多大的仇恨啊。 过两天,中国生价协会大众摄影兵器不停,告诉我,李真生。 任仲仪的儿子从深圳来北京了,想找你要照片。 我说,毁了。我说,乱毁了。 这叫取证。 要这样照片,我说,取证啊。 这肯定就起诉了。 后来见到她儿子了,她儿子跟我说,我爸爸说,这张照片是我们人家最宝贵的财富。 原来如此,我就石头掩着落地了。 这是当时的IP到特写的画面。 后来我在美国哈佛的非诚清东亚音乐中心邀请我去访学。 我在非诚清东亚音乐中心见到了一根终于一个孙子。 他在伦敦大学读书。 读了以后,我就到那儿去读硕士。 我还跟他接手了。 他说,我知道李伯伯,我颜值上拍是你拍的。 这个,也有些故事,不说了,没时间。 到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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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几点。 好,这个。 好,8点。 好。 那么,再看下面这个。 枪毙欺男义女。 这个女的呢就是这个崔凤云。 就是,要婚外情吧。 这个,何谋撒秦夫。 要真实这个状态,判死。 一点不冤。 毕竟有一个人民案件。 这个,看其他那个。 这就是,在每次出决犯人的时候呢,手心拿着油烟石肉。 在这个哈尔滨城市的主要烟道上,让群众围观。 那就是,产生一种震慑作用。 那么,你看。 这里下说,你们看,这饭是这样的地方。 都是红色的,都是红色的,这地方都是红色的。 把它涂上那个墙上,涂上红油漆。 再用白油漆或者黄油漆写上毛主漆语录。 当时,在文革大中,就搞了红海洋运动。 就是要求目光所溢,目光能看到这大点地方,都得搞成毛一路。 在台北,目光能看到的地方,都要贴上广告。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就是你的大街上,现在贴广告的地方,全部都变成了底色,是红的。 那字呢,可能是黄色的,或是白色的。 尤其是广告。 那就是,你想想,在这个大街里看,能看到的地方都变成了恐怖不恐怖。 真的。你看这些商店的名字都没有了。 都是这个,压着他们在幽阶。 我现在想,两个这个人,这个人。 他们两个是一个衣服工厂的。 哈尔滨印表艺器厂。 这个艺术园有文化。 那个时候,天天呢,各个造反组织都在撒传单。 都在撒传单。 这个,他们也在,也在那个印制了一个传单。 这个传单呢,就像个报纸一样。 报纸的名字,向北方。 这个报名,就给他们带来了杀神之祸。 大叔说? 北方,对。北方,你不向东方。 你不向南方,你不向沿岸,你不向北京。 你向北方,报名叫向北方。 北方就是苏联还不行。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叫的。 你那样叫的话,你也是错误也不小。 苏修。 苏修是简称。 正规的叫法,你向北方就是向着万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因为美帝国主义嘛。 你不能叫苏帝国主义。 它叫苏。 苏修。 苏修。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名字就等于,你捉吧。 现在网上有一句话,不捉就不会死。 这个,后来他听到判他死刑之后,他没想到会判死刑。 这就是他的小传单吧。 结果,他就仰天大吼一声。 说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他就闭上了眼睛。 你看,死死的闭住眼睛。 从那个宣判大会的会场,压着幽阶示众,再到这个,到了刑场,始终闭开眼睛。 他的意思是,这个世道,我睁着眼睛看和闭着眼睛看都一样,都是黑暗。 这还就是有文化的人才能有这种最后的抗争。 你换着去美国化的人,马上高喊一声。 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是不是? 上刑场这样很多嘛。 那人真的,你20年后,你这汉子在哪儿啊? 你转世灵童啊? 睡到20年以后再转世。 那些都是一些好多流氓犯,一律都喊着话,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 那么这个后来呢,你看8个人摆成一牌了,被枪毙。 牌子要摘下来,脚铐不能摘,死刑犯是戴着重料。 脚铐嘛,脚铐是很重的。 在那个手套背的后面还有五花大王。 好,我说我很讲究构图。 这也是一个证明。 当时我取警好了以后啊,那个时候还没这个人呢,这个人没在这儿了。 8支枪对着8个犯人。 我这是第一次上县场。 那个,我还想,电影上都是喊,预备11。 我说谁喊预备啊? 人家什么设计啊? 谁发明啊? 还不知道。 后来,我对我这部分很满意了。 8支枪,请了8个犯人。 上来的人都站在这儿了。 一下挡掉了4个犯人,没了。 你看,看不见吗? 这里很整齐地排着4个,两枪打一人似的。 我上去了,哎呀,我说你,你挡我画面了。 我说,我不知道他干嘛,你站哪儿都能看呢?你非得站我这儿,硬头当务是吧? 那个,后来,他还看到我,没有任何表态,就回去了。 我就看他。 他就这么硬动动作。 我就问这个硬动作干嘛呢? 这边上的旗子比起来。 那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是总经长官吧。 就看着他,他那个手势给谁不给那8支枪的人看。 所以这个他提的比起来。 哦,后来是知道。 后来,他又第二次上京场。 提的一比起来。 其中一抖,把这个耳朵听着提的,想说喊了。 是这样一个,没人喊过话。喊这个下令。 我看看这个,当时这个时候赶快开立场。 开立场,我想你不躲开,我躲你。 我就端着相机,想绕过来,从这个位置上往这儿走。 往这儿走,把它可以踩在右边的画面之外。 那右边方案之外呢,还是后面是8支枪,前面8个半人。 但是说是吃,那是快。 我端着相机在移动的时候,枪响了。 这是没去影的。 我端着相机,也不知道相机是这样拿的还是怎么拿的。 应该是平拿的,肯定是平拿的。 就拍这个画面歪斜,地平线。 足够屏,地平线这种画面。 后来我那个经纪人看到这个底片以后,说你可以啊,你真行。 他跟我女儿说,你爸真行。 在那个年代,就玩起现代来了。 现在不是好,现在好,都是歪的斜的。 画面的构图。 我到现在为止,我拍画面,横平,竖直。 这是一个我始终遵循的原则。 它就该,人的眼睛看的东西就是横的,横的是平的。 竖的是直的。 有的歪的斜的,除非广角的地图的变形。 那个,后来国际上还在讨论。 专业的那些媒体还,摄影媒体还在讨论。 比人上这个玩现代的,那么多年就在做着了。 现在很多人就是玩现代,你看人去玩的。 我说,我没有玩形态。 我就是,没去影拍的一张。 想想,我就按了它翻门。 它在讨论说,这个画面。 但是,竖画面呢,还是在是横广样。 我说,这也是废话。 我要拍后面八个人,八支枪,情人八个犯人,那肯定要横点。 是不是? 因为,上面有飞机,我说,用竖子,把这一刻像拍起来。 我说,我作者知道,我肯定是横的。 你别讨论,我跟我那英文讲,我说,中国有句话,你们美国人,外国人,也有吃饱了撑的事吗? 真的吃饱了撑,你讨论这个事干嘛呀? 你去问问我,得了吗? 这个照片在国内的电报率非常高。 也是我那一组照片获奖的当中的一张,二十张照片。 这一个解放军战士,班长也称为战士。 就给这个农民讲用他的事迹。 讲用这个词现在没有了。 那个事就叫讲用。 什么叫讲用呢? 就讲我是怎么样活学活用、活动思想的。 简称讲用。 群众,你们说这个词很新鸣吗? 很新鸣吗?讲用。 大陆明天也不知道有点用这个词。 那些受感动的农民把自己身上带的相张都上去了。 最后都叠在他身上,一百七十多美。 红色新鸣冰用的这个照片压在封面上。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就是游泳变儿。 一年毛泽西昌游昌江,几周年几周年的。 那么,这个画面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下水之前,亚洲人不读一点毛泽西昌游路, 下到水中,就凝视方向。 对毛泽东崇拜啊? 这就是标准语言了。 现在觉得好笑,夸张。 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好笑, 毛泽东思想是指方向的。 是吧? 这个,台湾呢,是产芒果最多的地方吧。 那个时候我们在北方啊, 就不知道芒果是什么味儿。 毛泽东,有一位外宾到中国去访问, 这毛泽东赠松呢,一筐还是两筐芒果。 不知道是他老人家呀,吃不惯的味儿啊, 还是吃不了了。 那时候就送给了几颗在北京的工人宣传队。 叫工人宣传队。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后来谁也不敢吃啊?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等着都快烂了。 快烂了的时候, 北京东义美术厂, 那时候, 安着那个芒果那个形儿, 做成拉的。 用拉锅。 做拉锅以后, 六八年的国庆节, 各省都要有官吏代表团到北京啊。 每个省分两颗。 用小玻璃盒子装着。 金丝绒垫着。 拉锅。 拿回来之后, 省里再送到省里也有工艺美术厂。 他们再做。 按照再做。 做了后才分给县里。 县里再做, 做一个分给厢里。 公社里。 要把圣国传定全中国。 北京有一家大工厂了, 也分到一棵芒果里。 因为公民宣传队嘛, 按照所在单位分一个。 那有分了以后, 天天为了这个, 金丝绒毛主席完事物一样什么。 看那个果在, 金丝绒在变化呀。 要烂下去了。 说怎么办呢? 不能这样烂了。 这烂了以后, 你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啊? 或者说, 买一口大锅。 有多大的锅, 买多大。 吃上锅。 锅里烧满了一大锅水, 把芒果放进去。 煮成芒果汤。 完了以后, 全场数千人, 领导和群众排着队。 排着队走。 排着队走这儿, 一人歪一点。 一人歪一点。 不能买完。 一勺不够分了。 就要。 都喝了以后, 哎呀, 这心里啊, 亮堂堂。 甜滋滋。 幸福的, 不要不要紧。 喝了, 每人都喝了。 完了以后, 回家下还要传播, 我喝了毛主席, 正宋的芒果汤。 怎么怎么样。 这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 当时还就是这样的事。 你除了把它煮汤喝了, 你总不能煮红烧吧? 红烧怎么哪里不分呢? 那还是很, 智商挺高的办法。 这是奴村的一堆小青年, 布置自己的新房, 结婚的房子。 其实就是, 你看, 它这里面, 农村就这样, 这好像粮食袋子。 麻袋子装粮食袋子。 上面就是毛主席底部和毛主席。 这是正面报道啊。 刚才那个芒果的正面报道, 都是进报的。 这个照片发在报纸上之后, 当地那个农村那个县内的那个 新闻干事到报社来, 他经常跑报社要送稿什么的。 我说, 老张, 报纸验报了, 那小两口怎么样? 他说, 嗨, 别提了。 这话不对啊, 挺好的验报了, 他说, 怎么还别提了, 出什么事呢? 后来说, 农村的小青年跟一份儿没事, 开婚的玩笑。 就跟他说, 你们, 登在报纸上, 按信的发起来, 这心目基督恨啊。 就说, 那你们这个晚上, 你们两口就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眼皮底下干了事儿, 能行吗? 他说, 没事, 没事, 怎么没事呢? 登一闭, 毛主席啥也看不见了。 这个话就是说, 常识嘛, 是常理啊, 登一闭, 谁也都看不见, 是吧? 后来呢, 这俩, 农村的文革当中也分裂了, 观点不同啊, 观点一分裂了, 有人就揭发他那派了, 他说, 登一闭, 毛主席啥也看不见了, 就批斗他。 批斗他, 他就坚持, 那登一闭, 谁都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批判的语言, 也是当时的标准语言, 说毛主席在黑暗当中能看到光明, 对不对? 这个指着什么? 这个指着, 国共时期啊, 在那个新中国没有成立的时候啊, 毛主席就看到了新中国的处境, 他应该说, 对啊, 你不能说不对啊, 毛主席看不到光明, 能行吗? 还有说, 毛主席在迷雾当中能看清方向, 大海航行靠多手吗? 后来说, 他都承认了, 他说, 那你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他说登一闭, 啥也看不见了。 旁边参加会议, 那个生产队的, 有他的邻居啊, 有那个女的跑回家去了, 找跟他讲, 说跑回家, 说你那头子, 非常强, 非常强, 那么借, 非人说在那儿, 关着门, 关着灯, 干点事。 她媳妇, 那要是开着灯呢? 开着灯, 顶多算对毛主席不够重啊, 你这关着灯, 毛主席啥也看不见了, 就要恶毒攻击毛主席, 这个罪人大呀, 是吧, 疏情疏众, 自在关, 和开着眼。 后来她的媳妇就跑到那个, 生产队的房子那边, 生产队的房子去, 会议室啊, 她进行去说, 我们没关灯, 我们没关灯, 我们开着灯, 这个小伙子挂不住了, 大男子主义啊, 连根挂不住了, 是很关灯的, 她媳妇知道的是罪不一样, 她不知道就是罪过, 开关之间不一样, 但是最后斗的结果呢, 也没啥事, 斗她的人也知道, 就是在那个, 像开玩笑一样, 在搞阶级斗争, 就这样的故事, 每张照片都有不同的。 这是一个人, 生为第一书业的儿子, 被批斗, 这个就看到方面行的, 不假, 没有时间。 尾声, 尾声的事件呢, 是发生在, 这个, 文化他们命之后, 。 我想你们, 大概读不着, 刘渊燕先生写的报告文学吧, 大陆人民日报的一个大记者, 很大派的人, 他到一个省里去, 就会写一篇报告文学, 他就, 到了哈尔滨, 就写了这个人, 那个报告文学的名字叫, 人妖之间, 就是人哪, 一会是人,一会是妖, 就是在这之间的一种, 一种变化。 这个人, 这个老太太是, 当时是53岁, 她的事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但是, 最后宣判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80年, 这个, 她是一个, 现成的一个煤炭公司的经理, 说她的亚造反, 混入了, 什么什么, 这个, 革命的队伍, 最后当上了一个, 那个, 煤炭公司的经理, 这个经理, 连科技干部都不够, 在大陆, 排的话, 在这个科技下面, 还有一级干部, 叫什么, 五级, 是股票的股, 五级干部, 那是最低的, 这一辈子, 就等于村长那一辈子, 那么, 大陆说有一句话是, 兵大的村长不当干, 不当干部, 那也是一级干部的, 最下一级的, 也是一个政党的, 那么这个, 宣判她的时候呢, 两个女发明, 两个女发明, 这个, 这个, 发明, 压得进场了, 进场了, 她就, 不断地, 蹦跳着, 呼口号, 因为她胳膊不能举行, 五花大王, 那个, 呼的口号啊, 就是, 我是革命的, 你们修正主义, 她就相信, 因为当时给她定位, 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 最大的, 当时是我看到的那个, 材料是, 37万, 包括的小金库里存的钱, 都算她贪污, 刘宾最后写那个文章呢, 报告文学呢, 写的是, 50万, 后来我到哈佛大学访问奖学的时候, 我重新到普林斯顿去, 也做了一场演讲, 这个, 刘宾燕那个时候在, 那个六四堂不能回来了, 她就回到, 又回到了, 那个, 美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家也在那里, 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说, 刘先生, 那50万哪来的, 我看到她是37万哪, 我是当地的记者, 她是从北京来的, 采访, 和我一块采访这个, 她知道我有这个, 很多文革照片, 她说, 我那个, 是提供的, 就是地方是官员, 既然把它定为坚果来, 最大贪污块, 就想把这数字尽可能提高, 就把那些, 那个财物, 或者那些, 那些, 物资, 木材啦, 钢铁啦, 或是, 一些东西, 都给她折成钱了, 都算她贪污, 就错落50万, 那么她在, 撥口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摄影记者呢, 在那旁边, 站着, 有的拍照, 我是跟着她转, 那些人就跟那旁边, 开始的, 都能呆在边上, 我也呢, 那个最痛心的是谁呢, 那个体育馆的那个管长, 就叫工人体育馆的管长, 她那个带着死刑的重脚, 脚, 脚铐, 一边碰, 一边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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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管长就说, 哎呦, 我这地板呢, 唉呦, 我的地板呢, 靠着, 靠着, 他心疼自己的地板, 他说, 我的地板毁了, 后来他这样紧急台上马上就发出了命令 说他这个反革命气验太嚣张了 说不让他要闯一周了 直接压到这个什么台 他还在不断地呼口号 这两个女发警完全没有能力制服他了 上了三个大汉 注意前面这个人手的姿势 他们的专业术语叫做摘环 就每个人哪 这一个环这一个环 这下边就是挂下去了 那个动作啊 王上一弄 就在那环在这儿还在那儿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下边能弄 就靠那个环 王上一断就什么一样 就完了 就嘴也张合不了了 就不能和口号 再加上后面 在这干嘛呢 就在那里 剪那个 说五花大网 在后面这一使劲儿 一凝啊 结果这个地方是勒住 就不能和口号 后来就这样 压着就幽结了 当你上车的时候呢 我就想 我就在拍组照 因为我学丽影出身 我拍一组照片的时候 我都想到全景 近景 那个中景 特写 这样的画面 才能组合成一个 一组照片的 编辑能组合 后来我就想到 在体育馆里面 那个灯光耸暗 我拍那个特写 不够清楚 我就想再拍一张 上了车的 这个 要压得优积实重的 他一看我 跟车一看 看着我在下面 拿下你准拍照 他喊 你准头后在下面喊 咱们甩下来 甩下来 真有点大意 有点似此入归 你看看着这个画面 我又不讲的话 你们看着好像 两个画影子压着他 下了车 我 拍到其他那八个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拉到行赏 后车板门一开 扑通一下就掉地 还有的人都 拉扑子 尿扑子 吓得就要死了嘛 又马上要死了 他是下了车以后 你看 这 这中车 就要靠 他自己大不流行走啊 那俩人 就在旁边 离开上来 就跟着陪着走 我这个 举相机呢 当我举相机 那俩人看了以后 赶快上去 坐 压结状 那对方 这个 这扶着 实验是拆扶着 这样 那你从旁边 陪着我先走 他大不流行 那那那 反应的气焰 何起 早上 后来 他这个 跪下了 跪下来之后 我就想 我能不能拍到一张 他这个 临行前的 最后的一张影像 或者就是肖像 或者就是特写 就是近景 其实拍不拍都没用 门叫我拍 拍的也拍 所以还是偷偷藏起来 后来我底片 这些负面底片 两万张都埋在地板底下 才保住了 这个 抄家没有被发现 那么这个我想 拍张 拍张呢 你不许拿着相机 你往上凑我 往上凑我 往上凑我 他还有一顿 最后的一个反抗能力 但是我不知道 摘环之后 这个能力还有没有 他至少 你 我用的是广角平静 广 35号米的广角 要拍的话 就靠得很定 也就一米左右的样子 那他最后 如果说 如果他能拖弹 拖一口弹 我那个比例 你完全在射程之内 啊 我想 一定要拍 但是不能 大过年的 这个春节之前嘛 要是假如 要你拖一口 你就就上去嘛 后来我就拿了相机啊 背了相机 我从那个刑场的这边 从他眼前呢 若无其事的 根本不看他 走过去了 就走过去呢 我应该观察了 距离 光天速度 看看太阳的 光照的方向 一切都靠这个 目测呀 光天速度 就都调整好 距离调好 走过去 但是他看着一个人走过去 他不知道是在意没在意 我再转过身来 我一切都调好了 又若无其事的 走回来了 走回来 走开 走过去 按了快门以后 走过走路 当然还不能他反应过来 我完事 我完活了 所以在荒乱之中呢 就出现了构图的 这边的宽展 和这边宽展不一样 这个要是亚若在后来有些杂志 用这个照片的时候 他们就裁了 裁成一样的 这么一个 这个也是原始构图 也就是当时在荒乱之中拍下了 但是是临行前的那些照片 最后的三张底片 我这三张底片 之间没有把它剪断 连在一块 咱们就看大图吧 这个 这个吃枪的那个 死刑的这个发影呢 空枪上场 不是装满了子弹 那个电影是常常说 只有这一颗子弹 所以这个发行长 现在就得发子弹 就得发子弹 如果这一枪 一枪未重 马上回去 再调一个人来 再上来一个人 但是它是打中了 那个 你看 在这个发的子弹之后 开始瞄准了 这个时候你们注意 它这个头顶 那头顶在这里 头顶正是一块 断面的 那个黑土地 没有血 这上面就是黑的 像黑色的 暗的颜色了 现在我有经验了 它的枪一比 提子一比起来 就要设计了 一个人和八个人都是一样 都是靠提子摆动 后来这个时候 后来这个时候 我拍完了 我又拍这一张枪响的瞬间 枪响 那枪肯定不是按我的 但是 也这么一响 也一滴灵啊 就像后面有人放个小边 放个炮上 捏下 也一跳 抖动了 但是这张照片 那个 针柜在哪里 注意这 头顶啊 子弹穿过的脑壳 体温 总在389度 或者40度 正常37度 那么 体温在这样室外的温度 将近零下30度 冰天雪地啊 所以就像那个 奴村那个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冬天呢 一叠开窝的时候 噢 气就 就充满了这个屋子 那个水中气 那这个时候就是 它在重担以后 倾斜了往下倒去 幸好是被这个 这块黑土地衬托了 如果是在镇上 那看不出来 白日眼就看不出来 啊 既然 好 这个就是 到这里 放线 结束 那个 有些故事 没时间讲 我希望大家能 提点问题 我很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黄默 好 好 不要提问题了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先问哈 请教那个 您前面拍的那个 刚才红卫兵在审判 这些犯人的时候 可是这个在当时不是一个 当时政治正确的事情 这么政治正确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上报呢 那不行 这个政治它是正确的 镇压反抗力 当时规定的报纸要宣传当时的语言是这样的 中央乌克小组规定全国的报纸都要宣传文化大革命 这些都是英格厌武的大好情组 这些东西是英格厌武吗 光顾啊 读听啊 学习啊 拿芒果啊 那些都是英格厌武的大好情组 这种东西是镇压反抗力是当时的正确的 但是它不能一样的电报 所以我这次凑够的牌 回来出息之后 又藏在我那个帮工桌 说那个装笔篇的资料柜的 我自己设计的一些暗层 放在里面 所以报纸是不能进来 这就是要负面的照片 正面的就是有用的 好 来 谁 好了 听个问题哈 蛮好奇不是当时候文革 应该是整个中国都在发生 那不行的是只有老师有拍到这些照片 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有 有很多其他计则或计则 记者不是其他的人 那个成千上万的 你比较是新华社 就像你们这里的中央社一样 它本社就有大量的事业记者 另外每个社会有分社 那个 我找 我把画面拍点正确的 拍照 那些记者呢 简单的说 人家都听话 就是 有一句话 叫做 党指向哪儿 就打向哪儿 就打向哪儿 那是拿向的人 那么这个 拿照行基的人呢 就是说 党交拍啥 就拍啥 我当然也是 党交拍的 我都拍 为什么呢 能电报啊 多电报 还能多零交流 这个 这个 后来到 我 调离了 黑冬江 离开哈尔滨 调到北京 在大学的 新闻系教书的时候 我那个照片获奖的是87年 1987年 那个时候 赵紫阳的时期 政治上较为宽松 那么 在北京展出的时候 我们那些同事 都拿着公款 到北京 来看全国的 重要的摄影展览 他们见到我了 就跟我说 说 你这个 你啊 李真胜啊 你是 三心二意义听党的话 你拍了一个完整的历史 我们 三 刚才三心二意义听党的话 他说我们是一心一意义听党的话 拍了历史的一半 现在 我那个经纪人在中国 从他编我的话车开始 每次到中国拍 国际 某某什么国际摄影节的时候 他都出席站台 他在中国全 全国都打听 拍文革的有没有 当然有 说有 拿手里一看 都是拍了历史的一半 就是这种 欢呼的 欢送的 游行的 那个 那个 高呼 毛七万岁的 就是历史的一半 都拍这样 那么 现在 今天 我在那个中央研究院 演讲 25号 他们印了个大海报 上面还用着括号 括着一段话 所以李志胜呢 为文革 留下了十万张文革资料 下面的括号 说 在 中国大陆 没有 一二人 影像 能这么完整 我也不知道 他从哪儿 也用着资料 还真的符合着 我那些人在大陆查来查去 还真就是这样 真的没有 再拿出一个完整 就没有 那么 所以呢 所以那个 他拿着我那个 敞开宗堂 做英雄状的照片 说是这个找到了 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 能排全 就是他有 那个 那个 很令的 是 我是有点 叛逆精神 照我们的那个规矩 就传下去 每个都拿到麦克风 对 然后拿到 如果有话讲 没话讲 就慢慢传给下一个人 好 好 那直接喊也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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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还没 有两个问题 当时应该是 就李哥上是一个文字记者 一个社里记者 然后一起行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一般的采访 就是 一个会场 去一个文字的 他要写稿子吧 诶 但是我说 不能印报这些 呃 场面 画面 但是那文字可以印报 说枪毙了 枪毙了 多数多人都犯什么罪 人家得有 这画面也不能印报 就是你应该有些文字 是一起 一起行动的 对 这其实他应该也知道你在拍什么东西 哦 不 不一定知道 那个文字啊 那个 不写山不露水啊 他那本儿跟你不想一遍 乃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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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都行啊 那都套路性的那个 语言啊 啊 啊 那个 他就找个表情就凭着光 那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冲到第一线呢 啊 冲到第一线 那些摄影记者呢 我 往往都扎堆 扎堆跟着没事呢 聊天 聊天呢 我听到大大夫说 哎 黑网分子 零汉五 啊 发现什么是一样 这是大野心一样 哎 我马上我说 哎 我就在出体育场那些 往上 跑过 那时候明天现在就跑不动了 哈哈 真的 跑上去呢 那个 就把他排了 他妈说 哎 排在哪排 我们这一会儿要走 马上喝酒去了 那个时候 这摄影记者就是 省报啊 市报啊 电视台啊 还有什么那些 新花分社在一块 所以 只要把 今天那个 能电报的方案 排到一张 排到锁了 就不排了 啊 那个 神办的花分社那些电报呢 别人在批斗会上 大家要喊 打到刘少奇 打到礼犯虎 这个照片排下来 你会写说明 广大革命群众 正被告诉 定中毛主席 万首无疆 但他又没有录音呢 就是万首无疆啊 是吧 其实你喊就是 打到刘少奇 或者打到礼犯虎 那 我 这个 正面和负面 在同一个场合里 同时发生 你到上面去拍剃尾头 这个 这就是负面照片 在下面拍群众 这个 都有比如标准角度啊 通常一到大会上 都上面有拍大场面 在下面拍一个中间景 所以 就等着到我们这边 一帮摄影地上 找小机馆去喝酒 反正下午会冲交远 晚上进步 就发稿 所以我意思就是 可能其他人先顺利记者 他们其实 就是如果您一直 就是说 没有跟他们 在一起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知道 哪去了 然后其实 就会知道你在拍其他 那个 当时还没有在意这个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用 还说我 你拍的有啥用 我那个时候 唯一能回答的地方 拍着玩 拍着玩 是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在玩 要是玩 我还不知道玩 怎么玩 还不知道呢 就这些拍下来 对对 那当时有一个 有的是中央电影 那个生产制片厂 然后 但是不知道 当时会不会 类似摄影的 会不会演 我是在一个 北方的 那个省份了 北方的省份当中 那个 每个省都有 西文记录电影 制片厂的 记者站 他们也拿着 那个16号的 一些都在一块 都很熟 嗯 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可以拍动态的 所以 对 动态 我跟你讲 我当年是学电影的 后来电影学院下马 我们心有不甘的 集体不甘的 调 我们那是调不上照相的 真的调不上 因为我们一动相 我们拿那个大机器 是这样的 是上一样看的 那儿 就拍电影 对吧 后来我们实习 要冒事去实习 这说不出口呢 你的 摄影记者可大喊了 所以到奴村去 干嘛 回来拉一官 东北奴村的 叫赵仙儿 是拉官 他说这么不知识的话呢 不知识分子的话呢 拉官去了 那后来我一起过 那现在我 你说你是干什么 我是照相的 比如说摄影大师 也就是一个我搞摄影的 山东 山东 我的山东老家 少了一个农民 中国照相的队伍多了一个比赛 就是这样 如果在家乡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农民吗 你还能见到你们吗 你农民台能邀请农民来访问吗 所以真的 后来我才感觉到 虧的没搞电影 搞电影啊 那个时候 有同学搞了一部电影 他都成为那个 大宗草了 当时就是 杨谦认为 你就不好 就是大宗草 那个 另外就是拍了好电影 那个电影 你能随时给你看 你看我拍电影 能看吗 那照片给你随时给你看啊 还能出花车啊 所以现在 塞翁是马 真的 这是价值 老师我想问 你身为 又活生生 然后又有感情的人 你现在就是 你当时跟现在 看的这些照片 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其实刚刚看 看下来 其实有点心情复杂 是 我看因为你是还掉眼泪了 对 就是笑不出来 他一式掉眼泪 对 真的 老师的讲话又很有趣 就是 整个 没想到 就是很有充其 我回答你什么问题呢 你表达了你的 观后感 是吧 真的就是想着老师 现在看这些照片的感觉 我的感觉 嗯 当失牌 没给的时候 最后 藏 打碎周折 那个 我预感 在68年的春天 预感到 我会被打倒 我就把那个 没有用的照片 负面底片 每天下班 装到T20 转移回家 最后在我家的地板底下 在地板表落上 就还有一个像杂质那么大一个通口 把它包了 包起来 那个时候没有 有塑料布的 我没见过 但是买得到 那很金贵 你看这个 真好哎 你看桌链 我就用 给我儿子 当那个 街庙的 那个 黄油布 就是打雨伞 那个 雨伞的那种黄油布 都用 那个丁丁啊 对不对 孩子都用那个 把那个街 用它给包起来 放在地板底下 但是我后来又 像刘备托姑一样的 又托付给了一个老同志 一个老朋友 叫他说如果我们在武器开校 发生生命意外 你记住 在这个房子里 在这个角落里 做这么一包东西 你拿去 他说什么 我说是 这些底片都是给文化大革命 抹黑的底片 他说抹黑的底片 你留在干什么 我说有用 他说有什么用 我说我不知道 我相信一定会有用 如果我们生命意外了 你来把它拿出来 他交给谁 我说谁也别交 我就放你那 什么时候有用 我也不会知道 真的没那个想法 如果是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将来 就能走向世界 我在西方演讲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 颠覆的一种历史使命感 是什么呢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类 没有典放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是你们啊 包括台湾的人啊 你们都是三分之二的当中一下 就是三分之一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 苏联 和越南 古巴 阿尔巴尼亚 中国 就是这些人 都是三分之一 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 哎那现在想想 就像现在朝鲜人民一样 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肚子都吃不饱 你先火个屁眼 是不是啊 你肚子都吃不饱吧 那 那如果 那我接着问的是 老师刚才 你从现在拍的时候 你是同意这个事情的吗 当时那个气氛下是 其实你是站在 洪卫兵的那个角度吗 还是你 不能这么说 这个文化大革命啊 那开始的时候 我师父欢呼 全国亿万人民都欢呼 除了 除非有一些 跟共产党有杀青之仇的人 就是说 比如说海外关系啦 什么被枪毙啦 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打右派啦 那些家属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 真的怎么想 但表面上都在欢呼 现在有些人 说我那个时候就是 保守的 我就是 逍遥派 不是纯粹说假话 我就在我 我现在讲的 我现在走遍师爷 讲我的故事的时候 我没有 你翻译提醒 都说 你能不能把你 你的讲稿拿来 我看看 我提醒准备一下 有些词 能够在翻译上 能准确点 我说我没有 他说你怎么 我就是我走上台来 辛苦太多 又我不说假话 那些照着板 每次照着板 你就想到我上一次 说什么事了 我那么说 还得圆下来 我都不用 我现在走遍呢 我展览走遍呢 六十多国家和城市 观众 四百万到五百万累计 嗯 那么 演讲 真的没有 我还根据 这个现场的人 我还 给他们提问 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 不说假话 不用 准备讲稿 凡是立稿不行的人 就怕 上次撒那个谎 这会儿 我也说漏了 怎么办 嗯 至于我想说您 您刚才提的问题啊 那个 同不同意他们 那个时候 你同意 也得同意 不同意 也得同意 就要 那个 林彪说 理解 和不理解 你都得理解 不理解 就是在 执行过程当中的解决 那么 拍这些东西 比方说 我刚才说过 人中一被批斗 那个照片 我真的很 很揪心 很痛心 但是 不敢说什么 我就想 我拍下来 留待后人去评俗 所以我在那些文字是想 我说 他从这个 柏领的灌金墨汁 穿过腰间 顺着 裤腿 从那个 裤管 向上抵下来 那抵下来 那抵下来肯定是墨汁 我写的是 不知道是 墨 是缺 还是略 那这就是一种情感 就是一种同情 但同情 你不敢说我同情 你 人生容易 是好人哪 那不行 那你就变成坏人了 好 想麻烦你 请注意一下 就是文革之前的 社会整理情况 以及这个国家 怎么会陷入 这么一个疯狂 为什么陷入这种疯狂 我在哈佛大学 1966年 他是过门 到了美国的 在哈佛大学做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我就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一个人 叫 罗德里克麦克法块 他是美国 美国的一个 叫文革学太陡 我当时心里很不服 我说你也没到过中国 也没经历过文革大革命 你就成了文革学太陡了 那个 他在中国出版过他的书 文革大革命的起源 上下车 两车 他就讲了 我跟他俩 有些人和他同台演讲 他下午演 晚宴之后 我晚上演 他最后讲话的时候 我就记得了 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 到中国就见到那些高层的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 你们可能不知道 陈布雷之物 陈布雷 他就是 直囊了 逼杆了 毛泽东讲话 很多讲话都是 胡乔木给起草的 你们的陈布雷 就是 蒋公的 那个 智囊嘛 那么 他说 他到北京去 问过胡乔木 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跟他讨论 是怎么起源的 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发生的 胡乔木 最后都回答不了了 他说 我等着提马克思的时候 提马克思的时候 提马克思是个什么意思 提马克思是个什么意思 对 我一定要亲自问一下毛泽东人家 你到底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那个 那个 罗德里 麦克法康说了 连胡乔木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能说得听 那是 现在这个 包括毛泽东诗词 还都是 有一些还都是胡乔木写的 对啊 现在后来有一份 发表 发表一首 就是说 后人说那时候我爸写的 后来他又中央做了工作 就不能这么说 就像陈不雷 他的那个子女说 蒋公的 写的 讲的什么什么话 你我爸提草的 那是你的工作 你就是 代表领袖的意思 你提草 你怎么能说 你有呢 就这道理 后来他们不敢再说了 那个网上就传了 就是那个 哪一首词 就是胡乔木写的 就这样 所以我以为他都回答不了 胡乔木呢 胡乔木是毛泽东的 最大的秘书 后来就成为政治比赛成员了 好 还有什么 你们没有问题 拿着麦克风就讲 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 你讲 呃 要是去学电影的 那我想问一下 聪明的角度来看 现在中国的电影 是什么 哎呀 中国电影啊 中国电影 不是 我这个 我们都当 在1962年 我们就成为电影的弃儿了 哎 我们爱电影 电影不爱我们了 所以 我也不关注电影 中国的电影 现在 有些电影 得奖的 跳好的 看不明白 真的 所以我也很少去看电影 嗯 嗯 关于电影方面的问题 我真是无言以对 对不起 嗯 嗯 可以开 开了 大概两年了 你怎么看现在 嗯 不管是在中国 在台湾 在所有的华人世界 年轻一代 不问不看不想不听 然后 习惯所有媒体的操作 然后 被洗脑 他就算不意 他没有意识到被洗脑 然后 意识到洗脑也不在意 认为 又不是他可以 去想的问题 那 您在那个环境下 都有一个 某某某的意识 你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你觉得 就想用个记录 那您怎么看待 现在 年轻里面 追求 小确幸 或者是说 追求一种 自己 幸福感 这样的一个 世界的发展 嗯 嗯 应该说 每个人都有 追求自己的 幸福感 和权力 嗯 每个人的活法 都是由自己来 确定的 而不是由 过去是由 那个 那个领袖 就规定了 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 毛泽西说 广大青年 到农村去 那是一个 广阔天地 那 好的 当时 就去当农民 谁来当 都哭着去的 是 真的是 哭着去的 那个 在那车站 欢送知识青年的时候 那家长啊 和那个 下乡的知青啊 都在哭啊 好端端的 从这个 大城市生活 长大了 还在妈妈的 呵护家 到农村去 还要 扎着奴村 干一辈子革命 还不是三两年 还有个叛徒 所以 所以 不去 不去 北京 北京 北京有一句话 不去 老了 不懂北京 这个话吧 一栋说什么什么 老了 这是老北京 这个话常用的 就是 不去是不可能的 你去 还得装着很高兴的 所以 我排知青照片 排得最多 因为 那个时候 就是主旋律 排的知青照片 就颠报 全部都颠报 一版一版 一版的 知青照片 我就知道 别人上海的女知青 都到黑农江土地上去 就这个 都 在农村里 或者在兵团里 都要组成 知青土地队 修水利 土地队 什么 割草 土地队 什么什么 土地队 土地队呀 很土的 但是呢 当地的妇女呢 不用 更加的哄孩子 不用去 所以 上海那些 有的女青年 怕苦 怕累 就和当地的 少数民族 各种村族 结婚 结婚 就像 二线妇女 只要结婚 二线妇女了 就不用当土地队了 她立即 就感觉到很幸福 然后 过几年呢 知青土返城的时候 她的幸福 全然不在了 因为你有孩子 你当地结婚了 你除非离婚 又为了回上海呀 回北京啊 或者回 哈尔滨呢 就又离婚 抱着孩子 孩子管这是 阿里的村族 还是蒙古族了 她心疼了 大妈的 就像现在 中国大陆 广东呢 很多挺漂亮的妹妹 找不到白人 洋人 就找黑人 非洲黑人 抱着那个黑孩子 也心疼得要命啊 这是 母亲 这个就是母爱吧 所以当时 后来回城的时候 这一批人 又很遭罪 她说我带着 我那个爱人 回上海了 我妈 都不要我的爱人进家 她说你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嘛 所以这个人性啊 在时代的压迫下 也都会产生扭曲的现象 那个 我采访了好多个 那个知青啊 当年被这个 哎 你们看不到呢 大陆那个 那个知青的电影吧 就是很多兵团 在河明江的兵团呢 杀死 就枪毙了几个政委 军人 那是张春桥批字的 张春桥是上海人嘛 文革小组 是借他们的头 抱上海人 就是上海人呢 给他们以安慰吧 就是 就是 监乌女青年 凡是能够送走上大学 都不敢那么一概说了 上大学人太多了 没有一个是 不被 各级领导干部 某一级 被祸害了 那真的是 削了一尺 但是 都为了收损 所以这个 想到 一讲到文革 这段故事呢 人们常常是 有的时候在欢笑 有的时候在流泪 前天二十五号 我在中研院 做讲座 他们都是一些大学者 社会学 历史学 一些大教授 有一位社会学家 跟我提出问题 他说 你们当时黑龙江那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 很好啊 很多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后来 后来又 考上大学了 他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学界 有这么一个立论 我说 我告诉你 这个立论是错误 绝对错误 不是 黑龙江那个 革命形势好 当时 黑龙江省 那个 黑龙江省的 各国会主任 叫潘复生 极左呀 要不他搞 你想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还搞 反右轻运动 我就在 反右中央当中 被打倒了 本来是 左派 极左了 还要反右轻 那个 我说 不是 他就把什么搞混了 你们台湾那这个 那还是个大学者 我说 杨老师 这个事儿 不是什么事儿 是 黑土地 北大荒 那个地方 地广人稀 把大量的知青 都拨到那里去了 当然 后来他们考上大学了 那是个人前身的结果 那个 当时和黑土地相比 有红土地 是哪里啊 云南 云南 那是红土地 还有黄土地 陕北 等等 当然 还有一些 也不是几个大高原 也不是几个大土地 就是 一般的 刁铁农村的 查理洛布都有 所以 我说 你这个社会学 这个理论 肯定是不对的 黑土地 是搞得很左的 不是那里政治环境好 是被迫 去北大荒 那叫北大荒 知青 现在有些人 就说 知青 误悔 我说 误悔啊 你是悔了 你在喊误悔 因为后来 北京的 有个刊物 登我的文章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 我就是 题目就是 那个 我认为 知青 误悔 就是在说点 话 不是你要误悔 的话 你觉得那 是一个断练你的胆 广泼天地 你把你的孩子 再送北大荒去 你干什么爱 考清华 考北大呢 是啊 所以 那就因为 毁了 怎么办呢 得自己找个折 清楚误悔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说 你好 我想 问一下 就是当时您 收 或者藏 自己的底片 你们家人 是不是知道呢 因为我家 是大陆的 然后我从小就听 我爷爷奶奶 讲当时的事情 当时我奶奶 家里也有很多 他爸爸早年的照片 就是有出国 留学的照片 就是有出国 留学的照片 所以就是当时 文革的时候 我爷爷就偷偷 把这些照片都烧了 然后我奶奶 就当然后面的话 她就很后悔 因为有很多 很珍贵的照片 就想给我们看 所以我想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您当时 在这些时候 您的家人 知道吗 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我怕 信念不够 我就没讲这个事情 我当时我具的 木地板 我们做一个什么 房子呢 一些没有暖气 没有厨房 白鹅 当年的白鹅 都到了中国来 在十月革命之后 到中国来 他们盖的一些老 我们在东北 叫老毛子 那些老毛子 盖的房子 都是像别墅似的 底下 树木的碗子 就这么厚 上面再铺一层硬木碗 现在人想在地板 下面是空的话 要想铺的话 很容易 变断 铺四个棚 把铺深进去 就可以铺了 我就在一个屏地上 有没有工具 就是还是用那个 小铺条 就在屏面上 我就那个时候 讲这个 那个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 就想到那个 扎子洞的 革命的烈士们 在那一块小铺条 就跟他铺着个 铁窗 那个栏杆似 我想 真难 没有电钻 不可能用这样 这样铺 铺了一个多礼拜 我每当我下班 开始铺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叫太太 叫我爱人 他就跟那个 窗子那儿 窗外 聊望 对望风 他公司党员呢 我现在跟他说 我说 我说你当年 这个党青袍 哪里去呢 当你这样 我说当你丈夫 要鞠裁动摆 要藏着 我那种抹黑的底片 你居然站在那里 不举报 还站在那里 比较望风 但是我愿意跟他 开玩笑了 因为我们的窗铺 一走过 我们一个公众的 几家人 公众的厕所 就在外面 就是屋板子 定的 从我见窗下走 那个时候去想到 邻居要听到的 有点异样的声音 就会 新的叫举报 那个时候叫禁 那个时候还没有 举报这个词 叫禁止 禁止 禁止呢 听到异样的声音 我一定包括他家里 经常有一种怪声音 那个时候 一刀成鞋绷得很紧 那那一看 那得了 后来就 一个多礼拜 才遇成了 遇成了 还得遇成什么样 我那种直截 我的板放进去 还不掉下去 那盖 我再多点斜了点鞋 往下一放 才能扛住 后来最惨烈的就是 我们最后两个 两个人打着我 另撤 报社里不要 我那个爱人当时 还是报社 培养你干部的对象 培养你副总编辑的对象 但是他父亲 在无文化大量命当中自杀了 被惨烈的批斗 老头实在忍受不了了 就是一个农村公司 维生院的中医大夫 说他是反动举手 乱威 那么他自杀了以后 他哥哥写信告他 他用这大坨 好多大坨 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有三个 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的第二天呢 还对吧 用凉水浴一脸 眼睛都苦疯了嘛 跑到报社去 向贡献队报告 我的父亲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这个词 这两句话 在文革当中 凡是自杀的 都得用这个词 官方说 这个人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自己的家庭人 去报告 向组织报告的时候 也就说 我们的谁谁谁自杀了 他是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这样马上 原来是培养的 父女干部的对象 就是马上去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你有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是个好事呢 现在 要谁到中央党校学习 那就又要升官了 只要是上法校了 又要进步了 那个 后来 打了另一个事 最后把我一块儿 发配 武器干部 劳动改造 最后走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俩商量 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们的儿子不到一岁 送到山东老家 我叫做奶奶看着 不是 经常听到 在武器开校的 有的人 无端的就失去生命了 一些各种事件 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后来 我想 如果咱们俩发生生命意外 这包底片该怎么办 没人知道 那就像过去 现在 有些那个 说 住家的农村的人 说 一挖院子的地挖出坛子来 坛子里是什么呢 是 什么元宝 或是姻园 也就是当年的地主要 才买的 有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就托福了 最后想了想 就托福给一个人 就托福给了 因为一个 我们大八十 八九岁的一个 我们一起在农村岛四行运动的人 叫李明达 到家里去了 我说大哥 我们认为他很忠厚 老实 我说 这个地板底下 扮着桌子翻开 桌子上有 叫一头尘 就是三个抽牙 在这一头有个小柜子 这个叫一头尘 这边两个尘 这边也有柜子 叫两头尘 后来就拿给他看 他说 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大堆文革底片 这是什么底片 我说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这抹黑底片 你留在干什么 我说 我说有用 哎 我前面是不是讲过这个 讲不讲 就讲 讲 我现在一脑袋也都穿了 飞跃 穿越 后来他就 真的 我神情很凝重 他看我就像刘备脱骨一样 他说 你们俩去吧 去老洞去吧 老洞 到底也好 那他说 没法 没法 再怎么说呀 没法按我 那不会 不会发生了什么 生命意外 但他真的就没发生 我说可能 他守火入平37年 2006年 日本的NHK 在纽约采访我半个月 又 请我到中国大陆采访了一个多月 哎 最后他对着NHK的镜头 说出来 这个秘密 网上本来有人攻击我 说你说你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 你能出两个人知道 就无以为证 其实我有证人 这个李宁达后来是 这个 通话卫视采访的说 他保固 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他后来就当了这个 黑洞江日报 警官当委书记呢 他也没有 这个事情还收口入平呢 真是好人 所以我说真的感谢好人李宁达 所以埋在地板底下 我太太帮她的 旺峰的 就像那个扎字洞的 你们不知道扎字洞的 四川扎字洞的 关着那些革命的 革命者 在这里我看连龙老师 还有很多人 我说江姐 我听听我就没听到江姐 江姐知道了 你是大陆来的吧 是啊 你怎么会知道 我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革命的故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江姐 哎呦我说这场地这么大 我喊下来 按这阻隔这么久 江姐 他大陆没人不知道的 他的儿子听在美国都说 也不继承他妈妈的革命意志了 在美国 所以我太太 必须和我站在一个立场 不然她就把我揭发了 老婆揭发丈夫的 大有人在 我讲一个我亲自处理过的 一个事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 那时候 所以我回到办公室主任 有一个老编辑 一个女同志 拿着一个报纸来 哎 这是怎么这样 你看看 我说怎么了 我打开看 打开看 这小孩的分辨 报社职工啊 家里不缺的就是报纸 对的 所以家里那小孩 都用那个报纸 给那个 当那个尿布 还当尿布 就接了 一些说法 而且报社职工毒的报纸 都是肺包 什么肺包呢 轮机开转 之前 Bite 幽默还没匀 都黑黑的 幽默 浓的 구ip 崩匀了 以后 好 结т乱了 开始正版了一次 滚出来以后 发型怨 我们看的都是报纸 你想多药 队友 有的人把那小孩子的屁股都給腐蝕了,他拿這個報紙來,不是這個原因,他説就是誠職,他說他的帳戶,拿了毛主席向的報紙,對孩子接分辨,他就引起他帳戶,我心裡想,哎呀,你們年齡比我們很大, 他過到這個年齡呢,怎麼還幹這事兒,後來我說,我也不做嚴肅狀,我說陳芝這樣做很不對,太錯誤了,我要見到他,我要狠狠地批評他,或者明天你就來我幫忙,我說行了,胡敬,這樣啊,完了,我說完了,那怎麼呢, 那不行啊,這麼嚴重的東西批,你這麼不嚴肅處理啊,那我說還怎麼處理啊,我就要狠狠地批他,你還不知道我批他是怎麼樣批呢,是不是啊,他拿著那個報紙,看找我不行,錯文就找冰代表去當個事兒,那冰代表去看這個事兒,這樣還得了嗎,這妻子來接罰,馬上就定生訪病實驗, 就開全社大會批鬥他丈夫,批鬥他丈夫最後,判了18年,就這麼個事兒,你說,像這個事情,妻子不接罰,誰會知道,孩子又小,但是,或者,因為那個人呢,出身不好, 他也想裝得革命一點,所以就,革命到過頭了,這個妻子陷害丈夫,最後得到的是什麼,那邊那邊不發眼睛呢,就是表揚了一下而已啊,行,你這個革命結果很高,完事兒,丈夫18年,最後沒到18年就放過來, 把這個事兒,大家都知道,不算什麼大事兒,家人家都這麼做的,家人家都用著報紙接小孩的分辨,那個,板上了,那有毛細像,那個時候想找沒有毛細像的報紙,沒有,大大小,有的是正晚毛細像,漫漫毛細像,或者,當時都有,後來回來之後,我心裡想,他說,他跑了一塊兒過,你不得接罰,你丈夫呢,你還不能過啊,什麼呀,還在一塊兒過,你說, 他說,你打算跟一塊兒過,你當心,你別接罰他呀,嗯,他老公也願意回來,快一過,那不過怎麼辦呢,真,活著,他沒有選擇,真的沒有選擇,那個,他是個,那個,那個,嗯,老百師放飯,你還能找第二春嗎,是吧,誰跟,哪個,那個,那個,那個,靖女子找他啊,嗯,嗯,不客氣,咱們就這樣考慮, 就這樣想,說吧,真的,嗯,來,說吧,欸,你跟這個在說來,嗯 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你,可以 李老師,在看到你的簡報有滿多,像公神,或者是面對史王的照片,我想知道說,當時你在面對那個,旁觀的一個,紀錄者的,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樣 你現在處於安逸的,像現在的社會,你來看之前的這個情況,你的心情是什麼? 看現在社會有呢? 其實我們還算安逸的社會,在看以前,動不動都面對死亡跟公審這件事情,心情又是如何? 也要做一些法治,我看這些照片,當年我對有恐懼感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洗這些照片,沖住底片還不算可怕,因為底片你不對這樣看了,看不清楚。 最後洗照片的時候,我相信沒有人進安房洗過照片吧? 有,哦,那資深呢,資深攝影者,健安房呢,洗過照片? 黑白照片? 對,放大了一張紙,在曝光之前和曝光之後,只要沒有放進那個現影葉裡面去,它就是一個白紙,在紅燈下已經是一張白紙。 當放到現影葉裡,動啊動啊動啊動,影下去慢慢慢慢出來,出來一些美好的畫面, 那看著已經仰眼吧? 是不是啊? 比方說,現在說,看美女照片,仰眼。 那或者看什麼風光照片,仰眼。 那出來是恐怖的場景啊,老僵蹦裂,那個還有那些, 當時我經歷那個殘忍,有些人都沒說,就好害怕。 我都說,我都在心裡默默地在念著,我是為了你們好,你們變成了那些鬼魂,不要來找我。 這是自我排解啊,這個排解有用。如果您憋著肚子的,可能就抑鬱症了。 我在那個美國,出我這個優滿的紅色新冰的畫車的時候,我那個經紀人要我,挑完了筆片之後,要我自己放大。 他心事拿著的,他說,他把我拿了十張筆片,交給了世界上最好的愛防,什麼時代週刊的愛防。 放了一個照片給我,拿回來,放的是這麼大的照片。他觀察我的表情,我再看著,他說,你不滿意,我不滿意。 我說,什麼叫世界上最好的愛防呢?他那個雜誌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那個愛防那些人,從年齡來養,他可能沒有一個人,有我的愛防領域那麼高,那麼長。 因為我為什麼,塞過十把,哪兒都能用得著。我剛剛到報社裡後,新來的記者呢,新來的靈體記者,伺候老記者。 伺候老記者,就給他們衝膠園,給他們放照片。我就很苦悶的。 我就是,大學畢業了,不能一展身手,還在安房裡給他們,排不過我呢,要排照片真排不過我,但是我給他們放照片。 我苦惱的就,很苦悶的就唱歌,跟著,紅燈下。你要衝膠圈,全黑的,全黑的,你手裡面衝膠圓,這樣唱歌。 他說,這個,那老記者在外面就聽見了,小李啊,你是不是不安心工作呀? 你這個,你在裡面總唱歌。我說,你這個才理也錯了,唱歌是歡樂的才唱,不歡樂誰唱歌啊? 哦,你是高興的才唱,他只是知道我是不高興,不讓我出去採訪,關於伺候他們。 哎,就這樣,我練就了一個,一手好的安房工作。 那麼,後來,他說,我那個店員說,你拿這十張筆片,你再去放。 就是,吃了肉排手放了,放了,真的不好,那個反差也太過硬了,什麼的,層次也不夠啊。 這個檔該吃啊,那不這個檔啊,什麼的,有年花球還能夠撥圈啊,什麼的。 這,一條最不用。後來放了以後,他說,果然,你彈我放的好。 好,我說,你,你到處要講啊,世界上最好的安房放的,我如果李仁盛放的,我當時我跟他開玩笑了。 他還這樣講了,他說,李仁盛放的比時代週刊安房放的好。 這個,雜誌好不等於,那個安房的技術也好啊。 後來,這個,就這樣,我就最後放了一千多張照片。 這一千多張照片呢,他從裡面再挑,他製板不是用原版的,底片製。 就是,我放大的照片,他才用他製板,依你的畫車。 包括現在看到的,畫車上,都是我放大的照片製成的,而不是地板掃描製成的。 所以這個,這個過程呢,真的,真的是這個,我想跟你說,遇到一人是困難的。 遇到一人不順利啊,別在意。另外,做事啊,要有這個,吃之以恆之心。 沒有吃之以恆啊,事業難得成功。真的。 這個,還有耐得住寂寞。 你說我在安房裡放大照片呢,那不是很寂寞嗎? 這耐住寂寞,能想還有能憲天日的一件。 來,麥克風,我繼續傳,沒拿到的,要拿到一下。 哦,你都能放,啊,經過安房的人。 這用你那個洗手間那個畫,是那個,不知道,在這個洗手間裡, 在廁所裡不讀書的人,體會不到在廁所讀書的快樂。 沒進過安房的人,體會不到安房的功夫的快樂。 他那個,我今天進了那個洗手間,我馬上把那個洗,開給它。 會,你們有上過我們的廁所嗎? 對,你們都看過這個字嗎? 人呢,要有少見多怪。 那個,我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廁所裡放書比較很多。 但是,你還提醒大家,就是,誰在廁所裡不讀書呢? 那不是讀書人啊,那就是。 好,您說。 老師,我想請問你,就是,因為我們家有很多大陸的親戚, 那,有的時候我想要問他們,文革時候的事情,他們都不願意聽。 那,我想,這不光是民間,那包括像官方也是啊,它是一個有選擇性的承諾。 那,我想問你老師,就是,就你來看,你覺得這件事情,就是,這個關於,關於文革的集體失憶跟承諾, 你覺得,這個現象會有改變的可能嗎? 嗯,我相信一定很有可能。 就在於時間的馳活倒。 嗯,今天,不可能的事情,不等於未來不可能。 我的照片的總題目叫,一樣,歷史告訴未來。 所以,我現在還自詭,我是一個文革的孤道者。 只要有人越來聽,我就越來講。 比方說,我知道,這個書店規,聽眾規模不會太大。 不像那個,秦蘭天那個,《華山文創》,《華山文創》,《華山文創》, 那,真是爆棚的。 嗯,大陸的朋友,你們聽有話,不願意跟你們講。 第一點,你們是海外關係。 哈哈哈,跟台灣的人講這個事兒, 沒錯也是錯呀,真的。 那個時候,因為海外, 一會兒人家說,你看這個照片,因為海外關係, 誰有海外關係,誰倒是血霉了。 他們因為我們的關係,受了很多問題。 對,受罪,他不會跟你說受什麼罪。 對。 我怕你們擔憂,怕你們鬧心。 我這個,沒有家屬,沒有海外關係。 但是我既有啊, 跟日本一個海員交換郵票, 還跟那個印尼的一個青年, 一個華僑青年交換郵票。 我還把它動員到, 他說,我那時候愛好美術, 我說,我也考美術學。 他說,他愛好音樂, 我說,你回國吧, 回國來考音樂學。 他需要音樂的書, 我還從大陸給他, 那個,買了,寄給印尼文西亞。 後來正在我的勸首, 終於回來了, 在廣東那個, 什麼, 花僑大學。 後來因為他們來自海外, 兩口子都被控制使用, 安排在山東。 我還背上了海外關係。 我沒有簽人在海外, 這兩個, 交換郵票這事兒, 還叫屢通外國呢。 黃泉你們是親友關係, 你就會有無限的想像, 這種親友關係, 洩漏了多少國家機密。 你們還想多聽啊。 用心, 我不能說何其多也了。 那個, 真的, 有海外關係, 在那個年代, 真是遭殃了。 後來, 有海外關係有一段事情挺好。 在那個困難時期, 海外吃罐頭, 既然什麼好吃的東西, 這個大家很羨慕。 但是, 文革的時候倒霉了。 所以, 德、實之間呢, 有一德, 必有一實。 是吧。 所以, 他們不要跟你講, 不光是你海外關係的問題。 還有一點, 我在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好多個大學, 包括中國傳媒大學, 有時候搞電視的那些人, 都有那裡畢業的。 那個崔永揚跟我很熟, 他就做了我這種口述歷史, 做了六千多字, 整理出來六千多字, 十幾盤, 然後, 那個路相待。 後來, 這個, 還有一點就是什麼呢? 我問他們, 我說, 美國的那個哈佛大學, 《非正清東亞文革課》講三年。 我說, 你們講多少? 易解課。 我說, 大陸的易解課, 是45分鐘。 這裡的說是50分鐘。 我那天, 那個台大校長, 管中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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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他說是50分鐘。 還要把這個文化大革命當作, 那個輝煌的成果講進去。 你們知道輝煌成果是什麼? 什麼? 他找不出別的, 好像還說一個, 萬噸, 那個, 鋸輪, 下水, 也算是領著。 所以, 大陸的, 那個, 管中緣校長說, 台灣的學生啊, 大學生都不知道文革。 我說, 大陸也一樣。 也一樣, 這件事, 統一了。 這件事, 統一了, 都不知道。 就是什麼, 爹媽, 年輕的話, 他不知道。 爺爺奶奶都知道, 他也不癢。 這個心裡很,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癢呢? 當然, 我的兒女, 我跟他講, 他還不癢興趣, 我那話事還不翻。 你說, 這是醜的哦。 是吧, 後繼無人了。 所以, 我就對社會來講,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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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所以, 這段歷史啊, 應該, 應該傳下去。 就像那個書是, 五百年, 三百年, 五百年之後, 有人讀。 香港說呢, 流傳一千年。 他管他流傳多少呢? 反正是, 在活著的時候, 能講就講。 他們先聽說, 聽說我八十歲。 八十歲, 哎呀, 你還能行走? 還行。 哈哈哈哈。 尤其我住那個酒店裡, 有一種五十五歲的, 搞清潔的, 一個先生。 哎呀, 他, 您有七十嗎? 我說, 您專門挑我高興的說呀。 哈哈哈哈。 他說, 您多大呀? 我說, 我八十。 啊, 數大龍的吧? 我說, 是。 我爸爸就和你一樣的, 那些數大龍的, 他說, 他現在走路就這樣了, 他五十五歲了, 他結婚早, 我這兒子現在五十一二歲。 他說, 你看, 我爸爸, 你走路都, 就像蝦米一樣, 還不起頭來。 你還能走? 我說, 我這也快了, 也快了, 真的, 現在也, 腰腿不給力了。 但是, 大陸還有這麼一句話, 當年就是, 文革當中, 北京郊區一個勞工模範, 說的一句話, 小車不倒, 只管推。 一致推向共產主義。 我現在常借用他的錢一句話。 小車不倒, 只管推, 一致推向生命的重點。 所以, 大陸現在可以去了, 你好好地安撫他們一下。 你說, 有一個李老頭, 八歲的李老漢, 講了, 你們不給我講的故事是對的, 我們不怪你。 我們對不起你, 你是當年一個漢女, 到日了, 就他們是得到安慰了。 長去嗎? 還蠻長的。 那, 那好。 還有什麼? 你說。 老師你好, 我是浙江人, 然後, 因為我有在玩攝影社這樣, 然後我有在讀社會系, 所以我其實, 社會系。 社。 對, 就是您剛批評的那個, 社會系。 沒批評, 不然, 他那個利潤不正確。 對對對, 就是一個系這樣。 然後, 我想問的是, 因為我前段時間也有去聽, 謝三泰老師拍的六四的紀錄, 呃, 謝三泰老師, 是台灣的一位攝影師, 他當年正好有去拍到六四, 然後我想問, 因為我知道我現在手上也有一些, 呃, 我不確定我回去以後, 能不能發給朋友的照片, 那我想問的是, 如果是您, 在我現在這個狀況, 就手上也擁有一些, 不太確定, 但已經記錄下來的照片。 但非常想要, 哪一類的照片? 哪一類? 可能是一些社會運動之類的。 那就是你台灣的? 呃, 對, 也有其他地方這樣。 對, 然後我想問,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做才能夠, 把他們, 就是, 把這些東西, 把這些面相帶回去給大家看到。 因為我在來之前, 我有問我的一些大陸的朋友, 但他們都不太清楚這些事情。 對, 無論是六四, 還是,呃, 什麼社會運動, 還是說, 甚至是文革, 文革也算清楚一點點。 你拍不到六四。 對, 不是, 算是你年紀說你多了。 對, 不是, 不是說六四, 我說類似這種事情, 他們都不清楚。 那我想說, 我想要改變這種狀況, 想讓他們知道這些事情。 嗯。 想讓他們看到一些, 他們曾經看不到的東西。 那我應該要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 我可能現在直接, 告訴他們會有一些反彈, 或者直接發照片到網路上, 我一定會有一些反彈。 嗯。 那,如果是你, 您現在會, 嗯。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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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很重要。 你這個, 一個是你, 你那些朋友, 他們對這樣東西, 儘管沒看到, 他們, 他們感不感興趣。 我覺得, 這點, 你得, 首先你得摸清楚, 摸,摸,摸, 摸這個底牌。 他感興趣呢, 你在想法, 設法, 讓他們看, 讓他們看, 當然很多, 是不是啊? 你, 你, 你不一定帶著這個真照片過去, 你照片就把它翻牌了, 弄在,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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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可以看啊。 那麼這些呢, 當然我不知道你都是什麼東西, 因為, 對大陸, 如果台灣的事件, 我想沒關係, 大陸不太在意, 大陸最在意的就是, 八成八的事兒。 哈哈哈哈哈哈。 聽到網絡語言呢? 嗯, 就是八成八。 才知道啊? 嗯, 就, 敏感詞, 八成八, 它不是敏感詞。 嗯, 你那個, 八成八的結果, 那是敏感詞。 嗯, 現在八成八也是敏感詞。 也,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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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生存了, 哎, 你都用, 我就給它加入, 對, 這張很厲害。 它,它明感詞增加一千多條。 哦, 我不知道, 我每年呢, 往年, 這些年, 每到這個八成八這個日子, 我就發幾張照片。 發幾張, 比方說, 當年, 在天安, 紀念碑底下, 徹夜的那種, 屬心警, 等待著第二天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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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人, 就跟那, 中國青年報有了, 《河銀光》, 攝影機車, 我們都在一起看, 看, 看報紙啊, 那燈很亮, 或者, 徹夜不眠的, 鼠心形, 等著第二天能搶, 搶佔有力地位, 拍照照片。 也都不容易。 所以, 我每年都選幾張, 嗯, 不是那麼, 刺激的畫面, 來發。 哎, 就是試水, 還, 都試過來了, 哈哈, 真的, 我, 那一點點的, 這樣在試探的, 今年我沒有, 今年那個, 嗯, 香港那邊找我, 一些報紙, 聽, 他們知道了以後找我, 我是別, 想, 發一張照片, 那是, 小菜一碟的事, 別因, 因小失大, 我現在失大是什麼呢? 啊? 就, 在那邊, 從那邊, 那個模式, 大陸給我建了個人的博物館, 就是, 四川, 成都, 大一縣, 那個, 有個, 范建川, 他建了一個建川博物館, 他在那裡買了五百五地, 他個人的, 建了, 到現在為止, 他叫, 建川博物館聚落, 他那個, 有三十一座博物館, 其中包括我的, 叫李真勝攝影博物館, 我想, 為這個, 因小呢, 就是, 發那張照片, 那太, 太小菜了, 但是, 上面一看, 那這樣人怎麼還給他建個人博物館呢? 那, 一句話馬上就關了, 那就是, 每年能有二百萬的觀眾啊, 就這樣, 所以, 人都有私心, 看這個私到什麼程度, 那些貪官污吏, 往人家拉錢的時候, 那個私心, 就非常惡劣, 就要槍斃他, 但是他不槍斃, 不犯死罪, 嗯, 所以這個, 呃, 你那些, 我現在是個八十歲的老漢, 這個電腦啊, 和這個, 呃, 油盤啊, 這些使用啊, 我跟頭把事都沒被這個新浪潮甩下來, 就算不錯了, 好多現在根本不敢沾這個片啊, iPad啊, 電腦啊, 都不會, 我是六十歲開始學電腦, 嗯, 我女兒是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 她在這個, 香港文書報工作, 她每次呢, 開始的時候, 一個人說, 爸, 我上來了, 開會, 她還是政治新聞首席記者, 回家呢, 我學電腦的時候, 我說,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怎麼呢, 好, 告訴我, 住一會兒, 我又不會了, 也在問, 你不是告訴你了嗎, 哈哈, 然後住一會兒, 再問, 你, 你還沒, 有完沒完了, 我這這女兒, 從爸爸發火是, 沒商量的, 真的, 真的, 後來我說, 好, 我說, 爸爸, 幫忙說, 要解放全人類, 才最後解放自己, 我說, 我心解放的自己, 再去解放全人類, 我就下決心學, 書也會學了, 也會寫了, 這麼多, 現在, 我在我們那個老年中心裡, 紐約有一個老年中心來, 台灣以外有, 怎麼老年中心, 什麼樣的? 就是, 哪個社區都有? 不是, 管飯吃嗎? 蛤? 給飯吃嗎? 有便宜的, 我們就不花錢, 哈哈哈哈, 每天早上, 那個, 車到了, 家裡樓下了, 叔叔, 阿姨, 車到了, 我們就上車, 車開到老年中心, 帶去啊? 整車帶去? 我們就, 一個車坐我們兩個人了, 哇, 這麼好? 是啊, 那些老頭老太太都說, 這咱們應啊, 部長都做不到這樣, 退休的部長也做不到, 就是在位的還行, 但在位的現在也不行了, 為什麼? 你是要專車呢, 還是要幾千塊錢? 電錢引開, 不要專車了, 一個月能拿到好幾千塊錢呢, 專車錢呢, 這個, 這個, 後來這樣的時候, 跟著吃, 早晨吃早餐, 中午還吃午餐, 拿著水果再回家, 再送回家, 再送回家, 在大陸, 我都不說啊, 為什麼? 說美化, 帝國主義啊, 啊, 真的, 它是那個老人計畫, 就是政府, 我們家裡還有那個, 咱們叫保姆, 你們叫保姆, 保姆叫什麼? 也叫保姆吧? 看護, 看護, 我們, 美國那叫護理員, 考個資料, 護理資料, 就是當中去的那些女的啊, 男的也在, 沒有其他本事找工作, 考個護理資料吧, 很容易一定的考上, 考上去當保姆, 就是當護理員, 我們家兩個呢, 錢是政府出, 是啊, 沒話定, 對, 你又不是公民, 只有綠卡, 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願意,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好處啊, 我為什麼不願意, 那我為什麼不願意, 加入那個, 帝國主義, 那個, 美國, 入籍呢, 因為我想, 全世界都知道一個, 文化大革命, 現在還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個李正勝, 排的文化大革命, 那麼, 如果我入籍了以後, 你看, 就認識這個護照嗎? 那個, 那個, 要是亞洲入籍了, 在我的名字前面, 一定會加上一個,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方口號, 美, 或者美吉, 你說, 這不是, 你也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一個美國人, 排了文化大革命, 一名正深啊, 是, 那個, 所以就, 我, 我和太太的, 我想就, 你去到23年了, 老美國了, 一句美國話不會說, 知道這個, 為什麼不會說美國話嗎? 大學畢業的時候, 電影學院畢業的時候, 大學畢業的時候, 電影學院畢業的時候, 大學畢業當中, 中國人民有志氣, 就是, 每個省都建一個電影學院, 電影人才不夠用, 臨時約定, 那個, 郭亞電影機, 上馬兩, 建立一個院校, 原來就是, 北京電影圈, 建立一個長城電影圈, 和一個山海電影專科學校, 都是一副一電影廠來辦, 好, 大學畢業上馬了, 大地方又下馬了, 我們那個念書的時候, 餓成肚子, 進食堂的時候, 那兩片都, 一定是要撕成一格一格, 用這個名秘紙, 別這個小哥就插著, 就像現在你們插那個信用卡一樣, 插著, 早補完, 幾兩多分的, 要不弄一塊現撕啊, 那很快就撕沒了, 這樣強勢性的, 那是二兩, 出了食堂就, 就像沒進食堂一樣, 真的, 就餓得那樣, 後來這個下馬的時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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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電影系的班長, 攝影系的班長, 那個, 我在後面, 調查, 調查, 寫了大字塊, 把青春, 新給黨的電影事業, 豪邁啊, 真的豪邁啊, 那個, 我站在校牌前面那, 重景著未來啊, 那真的很美好, 進來想像當電影攝影師, 當了以後再, 轉導演, 就像張一謀後來走的路, 就是這樣, 那個, 但是, 一下馬的時候, 我們就分配, 就不分配搞電影了, 都改變專業, 我, 攝影系都是新聞專業, 那個, 那個, 美術系啊, 導演系啊, 表演系都搞舞台, 舞台美術了, 什麼的, 這樣呢, 那, 那個, 由, 我代表同學, 推舉我為代表, 去上訪電影機局局長, 叫陳華梅, 那是個文革人, 不是, 民國時的人物, 文化人啊, 電影史上, 民國的電影史都有他, 那個, 夏妍啊, 陳華梅, 這些是文化人, 那個, 電影機局長, 就是陳華梅, 電影界最高的領導, 電影機局長, 現在, 我們看誰, 這個局長, 算個屁啊, 真是比屁大, 真的, 那個, 說, 咱們已經在反映一下, 我們別嚇了, 他接著去電影, 我說, 好, 我主持開會啊, 大家都討論, 說, 要不要上訪啊, 同學, 一口同聲啊, 要, 我們要愛電影, 我就是當時, 推移, 我在主持會嘛, 班長就是, 第一個代表, 我說不行啊, 我不能一個人, 至少再選兩個吧, 湊三個人, 沒想到後面來, 就是三個代表, 一個湊上, 這樣子沒人參加代表, 那個, 那個, 後來, 那兩個代表, 一個團總之術, 團總之術, 一個是, 我們系列的, 團總之術, 團支部術, 他們都參加過反映, 我是高中生考上的, 不知政治風浪之邪惡, 那麼, 他們, 我是從, 推選, 咱們三個都代表, 但是馬上去小白樓, 那個, 小白樓, 長遠的小白樓, 說, 招待所, 離我們校舍呢, 就是一百多米, 後來那個黨員, 就是我們那個, 團總之術, 那是, 全校學生當中的, 唯一的一個黨員, 是調半生, 不是考的, 不是聽考, 是不選, 政治上選得來, 那時候, 畢業了以後, 不搞電影, 留校, 做政治工作, 他說, 不行, 你這樣, 職業屁不行, 我怎麼去, 咱們三個代表, 同學推選的, 他說, 要助激請示, 他入一, 我說, 怎麼入一, 他請示戲裡, 請示院裡, 還要請示場裡, 場裡就是, 長準定義製作品場的黨委, 我說, 那麼麻煩, 我怎麼去, 去不去玩了嗎, 他說, 這是組織原則, 後來, 就去請示了, 西里, 我們西主任, 當年差一點, 打成右派, 他哪敢說, 好, 您去反關, 他不可能, 這個事我定不了, 找院裡, 院長說, 領導很忙, 最好不去打擾他, 我說, 他說, 我們一定乘著領導不忙的時候去, 他說, 你們怎麼知道, 我說, 我們知道, 每天中午1點鐘, 他一邊吃蠶豆, 一邊看報紙, 他不是刻畫者, 是蠶豆, 他說, 你怎麼知道, 我說, 我們那個同學, 跟小白柔那個服務員, 搞得像, 小白柔張立手, 他很不高興, 那你別人不聽我的話, 行了, 你們去找場裡吧, 找場裡就找, 長銀廠的黨委, 我找了書與亞馬, 我找這一切的時候, 我們那兩個同學就跟著我身後, 一聲都坑, 他們懂得, 不去, 違背的同學的意志, 是不是, 去, 他又, 又建設自我保護, 就是我說, 他說, 你最後用, 你說, 這樣的話, 最後, 一定的, 第二, 一九六二年, 八月十七號, 我們在吊師的集合, 我們三個人, 就上小白柔, 一百多米走過去了, 等啊, 左等右等, 他倆都不來, 就我一個人在, 後來還有, 向我報告, 和小白柔那個女服務員搞對象的東西, 他說怎麼辦, 我說,咱倆就, 你當代表, 真的我不敢當, 我也沒學我的, 我給你帶路, 他跟那個復原聯繫好了, 復原先生等著他, 等著告訴指, 上二樓, 往他走, 哪一間房, 哎, 我去了, 這, 官越大越好驗, 真的, 官越大越好驗, 就是官大好驗, 小鬼難堂, 後來, 見了以後, 他說, 我回北京, 會向一些用人單位, 用攝影人單位, 介紹, 你們這有著, 18個人, 我們畢業生是18個人, 後來畢業放暑假的時候, 我那個人事課長告訴我, 李哲盛啊, 你就回大林去休假吧, 回來之後, 你就是新華社記者了, 要到二樓去學一年英語, 後來就培養駐外記者, 在那個年代, 沒有大學生當攝影記者的, 沒有, 後來我們查了一下, 全國只有一人, 還是, 國家糧食部, 那個, 部長沙欣李的, 兒子, 是, 北京電學院畢業的, 倒是人民畫報, 那人民畫報照相機, 那是最好的一個, 全部照彩色, 那就是最好的相機, 那後來, 就這樣, 我就回去了, 大林休假, 我抱抱抱, 我將來要到新華社去, 那個要培養駐外記者, 學英語, 我爸說, 進大國, 我誰哪知道呢, 剛畢業的事兒, 後來回來的時候, 風雲突變, 就是那個院長當年, 就不讓, 阻止我, 這個女院長, 那個, 就, 說這個李真勝, 不聽黨的話, 咱不能讓他進北京, 就給我拿起來, 和哈爾濱這個同學, 對調了, 最後, 最後我自己, 不是報生兒, 是, 河東江省科委情報處, 情報所, 當這個, 科技, 資料, 翻牌員, 我一想, 這翻牌員, 一般, 還不排活的東西, 全是資料, 什麼資料呢, 外國雜誌, 外國的科技雜誌, 科技書籍, 科技書籍, 不能接給你看的, 像你這麼大方, 我們都拿回去看一下, 那個, 為了保存這個資料, 要珍藏, 要翻牌成那個, 縮微膠點, 很窄的, 跟著, 跟著, 像血微病啊, 腰著看, 腰著看, 這樣, 科醫人來看, 就看那個, 我說不行, 我說我是學病啊, 他載新聞了, 我說, 這拍著活的呀, 這全是拍死的, 有些人在談處上說, 我們這個工作, 你幹上, 你別想離開,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不能讓你帶著科技球, 厲害啊, 他這說的, 是有道理, 但我一想, 這更毀了, 是一輩子幹上的事, 後來, 這我們也有活的, 你能排活的, 每天春天, 打籃球賽, 你看樓下, 籃球場, 那都活的, 你排啊, 我想, 這算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 我經絕不敢, 後來, 取專的, 給我介紹到教育廳去了, 又回到退回教育廳, 那個, 仁衆處長, 剛進去說了一句話, 哎呀, 我們今天沒有大學市場指標, 這個科技, 情報處非要要的人, 這個話奇怪了, 我知道他們有毛病, 仁衆處長和那個, 那個處長有毛病, 後來我利用了這個, 我說我轉過去, 我還跟他說, 陳毅副農理, 在廣東有個講話, 大學生畢業要學一致用, 我說我一輩子拍那個, 死的書籍, 資料, 這叫學一致用啊, 後來, 我自己走上街頭去找, 找這一家, 找了一個農業展覽館, 要是要我了吧, 好好,我來, 又找到海濱日報, 他又表示, 都問我, 我沒有答案, 怎麼這樣, 我說我答案裡, 就有一個事兒, 是那個, 陳局長試驗, 當年, 拿一個處分決定給我, 陳局長這個, 我寫上, 不同意, 前兩名, 後來, 他說這不算, 約計商法是公民的權利, 海濱日報要我的, 我想再高一點呢, 就找省報, 我就打聽省報在哪兒, 找到省報去, 到省報去, 有個很有趣兒的故事, 我坐在那個, 人事科的辦公室裡, 課長說, 我也說到, 我有個陳局長試驗, 等著, 不能不算事, 他就, 厲害了, 厲害了, 三五分鐘, 進了個老頭子, 進了他, 常宋維, 浙江人, 你是浙江人啊,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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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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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站起來, 誒, 誒, 課長沒說話, 也沒介紹這是誰, 坐過來, 坐過來, 我那, 走過來, 坐過去, 他就轉了, 然後直邊坐, 再往直邊坐, 好, 我還說, 老頭, 啥話也不說, 出門了, 課長也快出門了, 兩分鐘, 課長進來, 我們要你了, 事後, 我就不是在這兒, 說幹啥呀, 後來, 我們住了個單身宿舍, 後來, 一看, 和那個課長住對門, 我們那個單身宿舍, 就在那個, 職工宿舍裡, 桶子樓裡, 後來, 問那個課長, 我說, 為什麼要來到頭看, 他說, 那是咱們趙總編哪, 很有名望的一個老報人, 他為什麼要起來走一個, 給我看一看, 趙總編早就給我下令了, 就給人事部門下令, 給我找一個拿得出手的攝影記者, 我說, 為什麼要拿得出手, 他說, 你不知道攝影組報到了嗎, 一個高的, 像電影幹一樣, 組長, 另外一個胖的, 像氣球一樣, 那個副組長, 另外兩個小個子, 小個子, 那個, 也都是資深的, 他說, 這個, 總結著, 拿不出手, 那個, 外賓來了嗎, 第一手上, 圓球那個, 副組長, 一把, 那兩個小個子呢, 太拿不出手了, 當時有一個, 傑克斯洛華克的電影, 叫, 《Fack Choker兄弟》, 就是兩個小矮人, 有一年, 那個, 得給這個, 那個, 讀者, 我還沒到的時候, 春節賀年的時候, 美術組化了四個, 那個, 背著大聲鼻的人, 一個電信幹, 一個大圓條, 兩個, 小兄弟, 給大家賀年, 讀者他很樂, 所以告诉他,他一看我,他怕我跟你做的同意了,他说,你起来了,这样的记者也拿不出手吧,就是这么走,只有走,就这样。 第二,我到了这个,报道第一天,我在日记上写了两个誓言,一,绝不老死黑龙江,二,物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就是针对,我本来是北京的嘛,干嘛要老死黑龙江呢,文化大革命把我这个日记都抄出大字了,批判我了, 三千二百万人民,祖祖被为在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你为什么不能老死,就没法说了,有嘴,他不敢说,你还说我可以说得过的,再一个就是,你还什么,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什么游走世界,你是投敌叛国, 后来就说,给你二十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给你三十年,看看你能不能达到叛国投析的目的, 我原来发这个试啊,是没有有效期的,没有说有实践的,他是给我订了一个二十年和三十年,我就按住下决心了,一定要实践, 那个时候,我常常说下决心怎么办呢,就有一首歌叫《英特尔纳什纳尔》,一定要实践, 那个后来,十九年头,没到二十年,掉到北京了,都是我自己活动的结果啊,那个时候经常采访进京列车,火车从哈尔滨开往北京,去采访, 你不采访,你怎么能进北京啊,坐着列车进北京,等下一个班车来一个礼拜, 这个一轮在北京活动了,就想掉进去,三十年后,没到三十年,我不学英语,游走世界了, 所以在这个飞城青东亚印记中心,那两次做演讲的时候,等着主任陪着我吃饭呢, 他说,我们知道你这个故事,你可千万不要学英语了,很严肃的,不做严肃状了, 你千万不要学英语了,我说为什么,学是我的权利啊, 他说你要学英语,一个基尼斯世界一路就消失了, 幽默吧,美国人,美国式的幽默,就这样,所以我想说,人生啊, 完全靠自己吧,没错,要奋斗,命运你能把握得住吗,也未必, 所以这次我在黑龙江那里,他们要再给我建一个我的博物馆, 电博物馆他们走到那个亏心楼去看,他说,到那儿给我烧香, 你这个醋,这么差的干了,你要是烧不烧香,我说我不信他, 后来我们过去了以后,他还是买了一株香,上写了心想事成, 我说可不是,我说我很多事,心没想它就成了, 所以我想,年轻人,首先要个人奋斗,我在大学有老师讲的三句话, 天才、钱分加机会,这个人生的成功,这三者, 离开一个东西,没有天才,你再钱分,也有好机会,你的笨蛋也难处, 你有了天才,你不钱分,那也是一个公子哥,两样都有了,没有机会也不行, 尤其说,现在机会总是给你是有准备的人,有机会就抓你, 所以这个讲讲人生,我想呢,如果能给你们一点儿激励,那我就很满足了,真的,行了吧? 行了吧? 我可以看,嗯? 可以吗?可以啊? 那有。 李长先生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气体那你会想要, 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呃,报道出来就是,尤其是可能中文版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近年,呃,就是中国那边对于思想上面的控制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但是你还继续有推行这件事,是他们有对这件事情没有想要去了解吗?还是, 嗯,这个,嗯,这个,呃,1996年,呃,我,呃,我,呃, 呃,费了很大的周折,办了护照,办了阴私护照,到了这个,哈普大学做演讲, 他们就给我办了一个什么别熟人才移民,就绿卡就是别熟人才, 但是,就这个是没有民国限制,现在特朗普这么收敏,别熟人才移民,没有收敏, 还是压着什么,没有,不收指标限制,后来我到那里以后,我想,我到了美国,啊, 啊,那哪里呢,千百百百百万,对啊,我那里就弄一下,嗯,好, 对,啊,这就是, 那么,我想呢,呃,在这个,呃,我这个,在中国大陆, 像这样特朗普,是不可能的,我都看不到,未来,什么时候, 有可能都難以想像,你看這個書是2003年開始出版英文版法文版的那一種文字,我讓他很希望出這個,我說為什麼呢,我希望我的書能夠在這個文革發生地,就是我的同胞能讀到這個書才好,管他是能不能進口去,現在這個在香港都靠螞蟻搬家的方式, 背著書,別人買了三本,放了三個袋子,過了回答,發現哪個袋子收了,那個還有兩個,三個都看了幾乎不太可能,所以他就,我在當母親簽這個書簽了一兩百本,他們都是通過那些,專門經營這個, 那個黨台書的,黨台圖書的,就是走私做的,這個現在走私,你要說這是文化產品的圖,他列文的走私和那個販毒是一樣的,走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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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講的是走私不簡單,還是走私讀書啊, 還是走私上家,不是走私,是有些人收了還不是說押血汗行,海關的人還有,押血汗行, 海關的人還有,押血汗行, 還有,那不就這樣啊, 那比如說,這樣之前去大陸出的那個,不知剛好帶了一本紙西的書,然後他在那邊就覺得剛好叫我翻過來 ,看一下風印跟內容,然後慢慢過去, 那時候我才知道,昨天帶一本書過去,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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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必須的,當天是必須的,那個,所以我就說,像這個書呢,我在大陸已經簽了大概能有一二百本,就是他們各種程度,在國內可以買,就是那書上背過去的,他再把這個,從他那裡買,他加一點價,我給出版社簽一些,我想讓出版社能夠賺點錢吧,簽名的, 他不,那個突然是,那社長說不,就都給那些書上,就是我們那書都靠他們,螞蟻搬家進大陸,我還挺不高興的,那個社長是很有魄力的一個女社啊,大家知道詩人北島嗎,她是北島夫人,對,那個,這個女社長,她在北京找到我家裡去,跟我簽的合同,就是要出我這個書, 我當時跟著說,我說,百稅怎麼算,我說我不在意錢多少,但是我在意這個尊嚴,他說,我們最好的百稅,是戶高義,戶高義,美國人,寫那個,鄧小平, 看著那個書沒有,他說,你這個,和他是不是一樣的,我說,那可以,那可以,那咱,咱不能說,壓一壓,他是美帝國主義,咱就壓不他是不是, 我說不一樣的,一定是學者吧,包括中華書比以前出我的書,我說,這個,這個,嗯,一百稅怎麼算,你最高多少,他說,最高的是,玉丹,玉丹指揮的, 是,養維丹的吧,其實,嗯,那個玉丹現在,一上台,學生就把他打掉,是,混到這個程度, 後來,我說,玉丹,他怎麼能比我高兩個點呢,我說,不行,我說,玉丹,我至少要和他一樣,後來,他說,他那個,是有空的,是個團隊,那兩個,兩個點是給那個團隊的,但是他真正得到的那個百稅和你是一樣的,我說,那算了,那我也組這個團隊吧, 我就開玩笑了,我就開玩笑了,有團隊的,他們也分嘛,所以就這樣,所以我就想說,這個書,被評論說是一千年以後還是在流傳,當誰都看不見,真的假的,反正沒人說造謠,媒體發熱,就是這本書, 我留在美國,我給了,我在那些底片,能夠電到天日,嗯,那個,因為如果,但是我沒有電天日的書,嗯,我還有一個文革照片背後的故事, 一段書,嗯,他們說,他們出了這個之後,我就可以了,原來想出那個,我還想說,到台灣的看一看,我一直想,不知道,因為你們的管教長說,要,他明年還要請我來,再說,好,好,還有什麼問題? 都傳過了,我們也十點,雖然,在,在講三小時,應該也可以,呵呵,呀,李老師精神非常好,我們請和拍拍手,謝謝,李老師, 好,謝謝你 那你要簽名的,要,個,個別,我們就再個別吧,那我們就,先原則上結束,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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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